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3181章 西海之上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说道 近生 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消息 花冷霜压低了声音 看着陈锋 刚刚要说什么 但忽然 他摇了摇头 看着陈锋说道 陈锋师兄 对你 我充满信心 没什么好说的 你放心去就是 陈锋愣了一下 然后揉了揉他小脑袋 说道 那 我便去了 接着 陈锋便是转身离开 很快 他便来到了当初进入内宗的地方 那里 则是出入内宗必经之处 陈锋很快离开内宗 而就在他离开此地不久 一道人影 也是悄然出现 正是中锋铃 中锋铃看着陈锋离去的方向 嘴角露出一抹冰冷的笑意 这里 是一片无尽大洋 正是西海 西海 无边无际 方圆不知道多少毅厉 比龙脉大陆 还要大出不少 一眼望去 哪怕是眼神再怎么好的舞者 都是看不到陆地的迹象 给人一种苍茫浩渺 无际无垠之感 也为其如此 身处其中的时候 让人更是感觉自身之渺小 不值一提 心中油然生出一股大震汗来 西海之上 白浪滔天 几千几万米高的巨浪 时时出现 有的巨浪 甚至直接能够将天空之上的云彩打散 那天空之上 白云飘荡 蓝天湛蓝 远远胜过龙脉大陆 如同一块蓝色丝绸扑洒在天空之上一般 而此时 在云层之上 一道流光极速划过 那道流光 通体青色 但下面却是带着一片赤金之色 正是陈锋 陈锋 陈锋双腿之上 战静凝结 逐日金污步伐发动 以极快的速度 在天空之上掠过 陈锋此时 并不好受 因为他的身形划破天空 那扑面而来的巨大疾风 让他甚至都无法睁开眼睛 由于他速度极快 所以那风极大 哪怕以他的修为 都是被刮的脸部阵阵生腾 陈锋心道 这海洋之上的海风 真的是比陆地之上 大了不知道多少 当初我从南荒回到内宗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的感受 陈锋已经在西海之上 飞行了半个多时辰了 死亡之海 在西海和北海的交界之处 西海极大 如果陈锋要横贯整个西海的话 只怕几年几十年 都未必能够做到 但幸亏 本来薛源家族内宗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西海的极北部 距离西海的最北 西海和北海交界的地方 并不是很远 但这个并不是很远 是相对于整个西海而言的 哪怕是以陈锋的速度 想要去往那里 也至少需要五日到七日左右的时间 身下大浪滔天 又是一个巨浪涌起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锋忽然感觉 一股巨大的危险 向着自己袭来 那股危险 让陈锋寒毛 都是不由地竖了起来 遍体生寒 陈锋本能地察觉到 危险 来源于身下 于是他赶紧低头向下看去 这向下一看 陈锋顿时浑身寒毛植树 心脏砰砰乱跳 瞳孔急剧收缩 整个人如坠冰窖 原来 此时 在下面 那道卷起的 足足有十万米高的巨浪之中 陈锋竟是赫然看到了两只巨大的眼睛 那是两只什么样的眼睛啊 每一只的直径 都是超过了一千米 可以想象 他的脑袋 至少也是大到了几万米大小 他的整个身躯 只怕有几十万米那么巨大 而那双眼睛之中 有着一道竖起的瞳孔 瞳孔之中 是黄色的花纹 里面充满了邪恶 猙獰 杀戮 陈锋感觉 自己看一眼 几乎都要陷入其中一样 在这一瞬间 他能看到 那眼睛的主人 对自己充满了贪婪的杀心 不 应该是吞噬之心 对方根本不是将他当作对手 而只是将他当作可以吃掉的食物 陈锋几乎是本能的 将逐日金屋步伐 催动到了极致 刷的一下 身形又是在原先的基础之上 拔高了几万米之多 而几乎是在陈锋拔高的同时 在那巨浪之中 一道接天连地一般的黑影 刷的一下 便是窜了出来 陈锋看清楚了那双眼睛 主人的真面目 原来 这竟是一条巨大无比的海蛇 这海蛇 跟陆地之上陈锋见到的那些蛇 都不一样 那一双眼睛 竟然是突出在脑袋之外 这海蛇体型极为巨大 长度足有几十万只巨 它身形笔直 向着陈锋撕咬而来 那血盆大口就在陈锋身下 但是 陈锋刚才那一下上升得极快 极高 海蛇的高度已经到达了极限 啪的一下 那森染雪白的牙齿骤然咬合 就在陈锋身下数百米之处 若是陈锋刚才再慢那么一瞬 再低那么一点的话 就要 直接被吞进口中了 他的牙齿合了起来 看着陈锋 眼中充满了不甘 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嚎 喷的一下 身形便是砸入了水中 陈锋此时 心脏砰砰乱跳 赶紧疯狂离开 速度极快 离开许久之后 方才长长的虚了口气 此时 陈锋感觉 自己的心跳才慢了下来 而整个人 他刚才的状态 几乎是懵的 那所做的一切 几乎都是本能 现在才恢复了正常 陈锋看着那落入海中的 巨大海蛇的身躯 溅起一片方圆 上百里几千米高的巨浪 不由得心有余悸 心中暗道 幸好 幸好 我修炼了逐日金屋步伐 速度比之前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在空中翱翔的高度 也比原先高了许多 所以 才能在这西海之上往来 若不然的话 换作之前的我 高度又低 速度又慢 刚才那一下 就会被那条巨大海蛇 直接一口吞掉了 而若是 被它拖入海中的话 陈锋想想那后果 便是不寒而栗 这条巨大的海蟒 若将自己拖入海中 进行搏斗的话 自己绝无可能幸免 陈锋感觉得出来 这条海蟒的实力 起码也是达到了一星妖地级别 陈锋向前 速度极快 一个时辰之后 便已经是行出几十万里 在这几十万里的行程之中 陈锋起码被那海中的巨兽 扑击了三次 但是幸好 有着逐日金污步伐 陈锋都是 有惊无险地避开了 本章完 第3182章 追杀 看着下面那 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海面 陈锋不由轻轻摇头 难怪说 龙脉大陆真正的危险 真正的大强者 都在这海洋之中 我在西海之上 奔行不过三个时辰 就已经碰到 骑马四头一星妖地 相当于二星 五地级别的强者 还有三四头 相当于一星 五地级别的半步妖地 这些大妖 当真是强横无伦啊 在陆地上 我就算是几个月一年的时间 都未必能够 碰得到这么多的强者 别说像我这种九星五皇巅峰了 哪怕是普通的五地竞强者 如果不借助于如意洲的话 只怕都不敢在这 西海之上自由飞翔 若不然的话 被拖入水中 那简直是太轻松不过了 也只有我 拥有逐日金屋步伐 才可如此从容 陈锋猜得一点不错 他当真 是一个艺术 陈锋一路向前 而就在陈锋 从这里过去不多一会儿 忽然天空之上 一道光线划过 一道人影也是出现在这里 他刚刚来到这里不远 忽然砰的一声 那巨浪又一次掀起 一条巨大的海中龙龟 忽然出现 直接向着他狠狠咬去 那道人影明显吓了一跳 一声大喝 赶紧身形飞速跋升 只不过 他跋升的速度 却也不够快 很快就被那龙龟追上 巨大的头颅 疯狂地嘶吼着 向他咬来 此人怒吼一声 双拳狠狠击打而出 砸在这龙龟之上 一声巨响 两者撞击在一起 他的手臂上面出现无数裂纹 已经是受了轻伤 但他却也借着这一次进攻 身形如炮弹一般飞了起来 直入苍穹 这一次 那巨大龙龟再也追不上他了 此人轻轻嘘了口气 脸上有有余悸 皱着眉头 看向下方说道 这他娘的 是什么鬼地方 原来 此人正是中风铃 陈锋离开内宗之后 他便是一路追着陈锋 一路向前 也来到了此处 他看向远处 目光之中一片阴冷 陈锋那个小兔崽子 我本想尽早将他击杀 但是 却没想到 他竟然速度这么快 陈锋的速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甚至比他还要快上几分 他一直追着陈锋 结果都没有追上 而且 他飞得不如陈锋快 也就罢了 飞得还不如陈锋高 因此便是险向还生 陈锋可以在云层之上飞行 而他则 只能在巨浪之间穿梭 非常的危险 这又是减弱了他的速度 让他离着陈锋越来越远 中锋灵不由得有些泄气 但他终究也是枭雄之姿 不过片刻便恢复了正常 看向远方 目光一片冷然 这就更加证明 我亲自前来追杀陈锋的做法 是正确的 次子速度如此之快 悟性如此之高 天赋如此之强 这一个月的时间 说不定还真的会被他 做出什么事情来 实力大尽 到时候 和于太宏的战斗 可能真会有变数 而我 绝对不允许变数的发生 现在就是他的死期 他应笑一声 静止向前 又是追着陈锋而去 很快 三个时辰便是过去了 陈锋已经是前行了 上千万里之遥 而他的逐日金屋步伐力量 也是几乎要耗尽 陈锋忽然听到 双腿之上一阵嗡鸣 他赶紧低头看去 便是看到 那双火红之中 带着金色的战靴 光芒一阵摇晃 几乎快要零散 陈锋心中了然 轻轻嘘了口气 逐日金屋步伐已经运行了将近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几乎就是他的极限 他顶多还能再支撑一盏茶的时间 接下来 我要找一个地方恢复实力才行 陈锋看向四周 口中呢难道 这个地方只能是一个海岛 因为我的逐日金屋步伐 如果力量耗尽的话 我是无法在天空之中停留的 而如果我落入海中 陈锋想想 那个可能便是不寒而栗 无边无际的幽蓝深海 深到了极致 根本没有尽头 他在其中缓缓下沉 离着那光 越来越远 四周越来越黑 从淡蓝变成幽蓝 然后是深蓝 然后是一片漆黑 直到再也看不到海面之上的光线 而周围 则是有无数强大的妖兽环绕 想要吞噬它 陈锋想着 便是机灵灵地打了个哆嗦 不行 要赶紧找一个海岛了 陈锋立刻不是笔直前进 而是以蛇形前进 尽量扩大面积 想要寻找到一个海岛的踪迹 很快 半盏茶的时间过去了 陈锋还没有找到 而就在他的心情几乎要焦躁的时候 陈锋忽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把插天巨剑 陈锋顿时一声惊呼 那是什么 他向前飞去 虽说他看到 但其实两者之间距离还是极远 陈锋又是向前飞了一段距离 然后脸上便是露出巨大的震惊之色 震惊之后 则是狂喜 哈哈 太好了 我找到了 原来 陈锋离近了之后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插天巨剑 这竟然是一座山峰 一座凸起于海面之上的巨大石山 这座石山极高 宽度不大 看上去宛若一把插天巨剑一般 整座山峰都是由黑色 看起来就沉重无比坚硬之极的巨大石块组成 远远看上去 不就是一把插天巨剑吗 山峰极高 陈锋略一估计 便是心中亥然 这座山峰的高度 起码也是达到了200万米左右 就算是放在龙脉大陆 都是极高的山峰了 却没想到 竟然在这西海之中 有着一座如此巨大的山峰 陈锋向着那里快速接近 此时 它的战靴光芒开始涣散 已经支撑不了多一会儿了 在离近一些之后 陈锋发现 这座山峰其实是一座大岛 方圆有几千里之巨 通体都是由巨大石头组成 到处都是怪石灵巡 看上去极为的凶险 而这座岛 没有码头 它们靠海的 就是四面巨大无比的墙壁 那岛其实就是山峰的基座 临海的这一面是百万米高的巨大峭壁 飞鸟难动 至于攀原更是别想 峭壁光滑无比 看着就让人感觉绝望 海浪拍击齐上 溅起无数浪花 四处散去 本章完 第三千一百八十三章 怂了 动辄几万米 十几万米高的巨大海浪 却拿这片石壁 拿这座山峰 毫无办法 很快 当陈峰来到近处的时候 却是眉头一跳 原来 这并非是一座荒岛 因为此时陈峰远远地已经看到 在那山峰之上 有着大片大片的建筑 有非常繁华的城市 人来人往 很是热闹 而且陈峰也看到 远处时不时有飞过来的舞者 落在岛屿之上 甚至 这一会儿的功夫 陈峰还看到了一艘如意舟 落到了这上面 这些舞者实力都是颇为不俗 其中不乏五帝竞强者 半步五帝则是最低的了 很快 陈峰便是落地 此时的他 处身于一处宽阔的道路之上 而道路的尽头 千米之外 则便是一座高大的城池 城池之上 书写了两个大字 银舟 银舟 看了这两个大字之后 陈峰顿时心中狠狠一颤 原来 这里便是银舟岛 传说中的 海外银舟岛 陈峰之前 听说过银舟的名头 据说 银舟乃是西海之中一处大岛 这岛屿极大 极为的繁华 在方圆几千万里之内 都算得上是一个复盛之地 人烟密集 许多海外的修士舞者 都会选择来此处交易 甚至 在这里住下 要知道 这方世界的舞者 并不是 只集中在于龙脉大陆 这个主要的大陆之上 在东西南北四海之中 有着无数岛屿 这些岛屿之上 则是居住了无数舞者 甚至许多舞者 会专门从大陆上 跑到这里来居住 因为住在这些岛屿之上 他们可以就近于海浪搏杀 与这无边的大洋搏杀 与海中的妖兽搏杀 死亡率极高 但实力却也增长了极快 城池上空 没有一个人飞行尘峰 看到那些来着银舟岛之上的人 全部都是在城池之前落下来 缓缓进城 尘峰心中明了 知道这多半是银舟岛的规矩 尘峰向前走去 很快来到城门之前 在他前面 有几个人进城 城门前面 有着数十名守卫 这些守卫每个人身上 气势都是颇为不凡 领头的 有着接近五地镜的修为 在他手下还有十几人 而他们每一个人胯下 都是骑成着一种 类似于巨大蜥蜴一般的妖兽 长度不长 也就是五六米 但是身体表面的肌肉抱起 筋骨粗大 每一条筋都是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在不时地弹动 跳跃着 每一条肌肉 都是尖如铁石 看上去就给人一种 充满爆炸性力量 速度极快 力量极强的感觉 尘峰微笑点头 这想必就是此处特产的妖兽吧 如此体型 小雀灵敏 倒是很适合在这里进行战斗 尘峰前面进去的 是一个身穿一袭轻袍的老者 那老者走进去的时候 守城的成卫军都 很是恭敬地点头哈腰 领头的那成卫军队长 还谄媚地说了几句 老者淡淡挥了挥手 也没理会他们 而后 他们站直身子 看向尘峰 当看到尘峰的时候 刷的一下脸色就变了 刚才脸上那股谄媚巴结的劲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丝鄙夷 不屑 尤其是领头的 那名成卫军队长 仰着下巴 看着尘峰 充满了俯视之意 尘峰懒得理会他们 走到城门前 便想进去 而正在这时 忽然一名成卫军手中的 六米长矛 刷的一下刺出 横在尘峰面前 这一下突如其来 而且用劲儿极大 若不是尘峰警觉 及时停住的话 这一下 至少也能刺中 他的软肋之处 不说将他刺穿 估计尘峰也要身受轻伤 显然 这名成卫军 就是故意的 尘峰眼神瞬间冰冷下来 转过头去看向他 那名成卫军 眼见没有刺中尘峰 也不由得愣了一下 他本来的想法是 这一枪将尘峰直接刺穿 而看到尘峰的那眼神之后 他本来心中的一丝诧异 顿时便化作了阴冷 他狠狠地说道 小兔崽子 看什么看 再看 信不信你家大爷这一下 再次将你给刺穿掉 尘峰看着他 脸色一片冰冷 这名成卫军 不过是半步五地而已 这种级别的舞者 尘峰现在一伸手 就可以将其碾死 而他竟然还敢在这里 跟自己狂 怎么 小子 看什么看 不服气 再看一眼 信不信我将你宰了 这诚魏军军 仰着下巴 即是傲慢地说道 尘峰深深吸了口气 我来这迎州岛 一个是为了休息 恢复力量 而更重要的原因 则是打听一下那死亡之海的消息 毕竟 家族之中给出来的死亡之海的卷宗 已经是许久之前的了 这些年都没有新加入内容 谁知道死亡之海现在变得怎么样了 还是来这里打探 更加靠谱一些 尘峰 不要声势 他心中暗自告诫自己 你这次来还有正事 想及此处 尘峰深深吸了口气 将那心中的怒火压了下去 看着他 淡淡说道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见尘峰如此说 那名城卫军顿时哈哈大笑 充满了得意 在他看来 尘峰这是服软了 不但是他 其他城卫军也都是大笑出声 这小子 真是个没软淡的废物 是啊 刚才还一副挺厉害的样子 结果现在立刻就怂了 哈哈 他敢不怂吗 这小子 生面孔 一看就是个外乡人 而且实力还这么弱 他要敢不怂 咱们立刻就将他宰了 还有人向尘峰大声喊道 小兔崽子 没实力 就别强装 看你刚才装出的那副样子 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殊不知就是一个废物 这些嘲讽辱骂 尘峰忍了 尘峰看了他们一眼 便想走进城池之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城卫军的长矛抖了抖 说道 小子 干什么呢 尘峰淡淡说道 进城 进城 进城的话 要先缴纳一百万龙血紫金的进城费用 这名城卫军满脸细血地看着尘峰 之前进城池的几个 都没有缴纳这个费用 本章完 第3184章 我笑你们不知死活 尘峰淡淡说道 为何他们不缴纳 而我要缴纳 废话 他们实力高强 又是我们这里常来常往 当然可以不用缴纳 你小子一个生面孔 他顿了顿 嘿嘿笑道 最重要的是 实力又这么弱 让你缴纳 怎么了 尘峰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他只是从怀中取出金线锦囊 然后数出一百万龙血紫金给了他们 对于尘峰来说 一百万龙血紫金 也不是一个多大的数目 将一百万龙血紫金给出之后 尘峰便跨步走进城门之中 而这些城卫军 一个个都愣住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刁难尘峰 却没想到 尘峰竟然真的给出一百万龙血紫金来 而那名城卫军队长 顿时脸上露出浓浓的贪婪之色 盯着尘峰放入怀中的金线锦囊 恨不得将这金线锦囊直接抢过来 尘峰刚要走进城门 忽然这时 那城卫军队长侧动胯下巨大蜥蜴 刷的一下 便是挡在了尘峰面前 尘峰拧着眉头 盯着他一字一句说道 阁下 有何贵干 尘峰胸中的怒火腾腾燃烧 他几乎已经快要忍耐到了极致 那城卫军队长看着尘峰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有何贵干 告诉你 小子 你刚才教得太少了 不是一百万龙血紫荆 而是一千万龙血紫荆 刚才不是说一百万龙血紫荆吗 尘峰淡淡说道 陈卫军队长傲慢说道 已经改了 什么时候改的 陈峰淡然道 就在刚才 就在这里 就是老子改的 陈卫军队长手指戳了戳地面 盯着陈峰 不耐烦地喊道 别他娘的废话 赶紧交 不然宰了你 陈峰一言未发 只是他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 而后 这抹笑容 化作哈哈大笑 陈峰的大笑之声 在这城门之处响彻 他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怒火 脸上更是杀鸡蹦险 陈峰已经决定 老子不忍了 他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不打算再忍下去了 而听见陈峰这般大笑 顿时那几个人都是愣住了 下一刻 脸色都变得阴沉了下来 尤其是那陈卫军队长 他觉得自己的尊严 受到了冒犯 他盯着陈峰 阴冷无比地说道 小崽子 你笑什么笑 陈峰哈哈大笑 忽然 他笑声一收 盯着这些人 声音冰冷 我笑你们 不知死活啊 此时 陈峰再也不掩饰自己的杀心 杀鸡铺天盖地一般 轰然涌出 那陈卫军队长 心头狠狠一跳 但接着他 就将自己这个想法驱逐出去 一个不过九星武皇级别的废物罢了 我怕他什么 我忌惮他什么 想到这里 他心中再无恐惧 盯着陈峰 狠狠说道 小崽子 笑个屁啊 赶紧将一千万龙蟹紫金浇出来 陈峰从怀中取出那金线锦囊 微笑说道 是看上这东西了是吧 盯着陈峰手中的金线锦囊 陈卫军队长等人脸上都是露出浓浓的贪婪之色 恨不得要将这金线锦囊一把抢过来 陈峰看着他们 微笑说道 告诉你 这金线锦囊里面 还有很多龙血紫金 就在这儿 有本事 自己过来抢啊 陈卫军队长贪婪无比的一声大吼 直接向着陈峰扑了过来 一拳狠狠轰击而出 他有着接近五地镜的修为 已然是超越了半步五地 一拳轰出 极具威势 灵力无比 他默然冷笑道 小子 你家爷爷这一拳打出来 不但能够将金线锦囊抢到 而且能够连你也打成碎片 他嚣张无比地说道 小子 别怪你家爷爷 心狠手辣 要怪就怪 谁叫 你不老老实实地 将这金线锦囊给交出来呢 说着 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 在他看来 自己这一拳落下 陈峰绝无幸免 直接就会被击杀 而不光是他 其他那些陈卫军 一个个也都是哈哈狂笑 充满了对陈峰的嘲讽 有的人更是大声喊道 老大 你将这金线锦囊抢过来之后 里面的龙血紫巾 好歹也分我们一点啊 那陈卫军队长哈哈笑道 放心 小崽子 都有的 今日 见者有份 他这样子 俨然已经是 将那金线锦囊 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就好像已经拿到手了一般 而陈峰此时 骤然之间微微一笑 看着他 轻声说道 是吗 下一刻 陈峰一掌抓出 他这一掌抓出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力道 陈卫军队长等人 都是发出不懈的嘲笑之声 小子 你是个娘妈吗 是啊 你这一掌 有什么力道 软绵绵的 你这是要给我挠痒痒吗 他们神态更是不屑 陈峰嘴角勾勒出一抹冷力的表情 下一刻 他的那手掌便是和陈卫军队长的拳头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众多陈卫军都是充满期待地看着 在他们看来 两者撞击在一起之后 陈卫军队长这一拳可以直接将这小子轰成鸡粉 但下一刻 他们便是惊呆了 纷纷发出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他们看到那个在他们眼中非常绵软 没有一丝力道的手掌 竟是直接抓住了那看起来威猛无比的拳头 而那拳头竟是不得寸镜 被牢牢抓住了 陈卫军队长也是瞪大的眼睛 发出一声不敢置信的怒吼 他的拳头被陈峰抓住 感觉就像是被焊在铁里一样 竟是挣脱都挣脱不出来 他发出一声咆哮 怎么会 他疯狂地挣扎着 满脸通红 用尽力气 但他发现对方根本闻思不动 这个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眼中露出一抹恐惧 而就在他刚要说话的时候 陈峰忽然微微一笑 右手轻轻一抖 顿时 一股力量涌出 顺着他的拳头 涌入他的小臂 然后涌入他的大臂 然后 涌入他的躯干之中 啪啪啪 所过之处 所有骨骼尽数碎裂 化作粉末 陈卫军军队长 发出凄厉的惨叫 被这股强大的力量 震得直接摔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 本章完 第3185章 用钱砸死你 他的右臂软软地垂了下来 已经是废了 而不光是右臂 他的胸口 也是被震得金断骨折 陈峰一脚踩在 陈卫军队长的身体之上 陈峰这一脚力道 并不大 但是陈卫军队长 已经被他打得深受重伤 尤其是他的胸口之处 骨骼塌陷 肌肉碎裂 内脏受到重创 因此 陈峰这轻轻的一脚 也是直接让他狂喷鲜血 发出凄厉的惨叫 伤势更重 他看着陈峰 疯狂地丝毫道 你不敢杀我的 你不敢杀我的 你杀了我的话 绝对会被斩杀 你不敢杀我的 陈峰微笑道 哦 是吗 我不敢杀你是吗 陈峰笑着 那脚上的力道重了几分 直接将他胸部其他骨骼 尽数踩碎 哇的一声 他又是一大口 鲜血喷了出来 刚才眼中的张狂尽数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次恐惧 因为 就在刚才那一个动作上 他便判断出来 陈峰不但有能力杀了他 而且真的敢杀了他 他不敢置信地惊怒吼道 你 你怎么敢 我 我可是迎州岛的人 陈峰哈哈大笑 抱歉 我就是敢 陈卫军队长 满脸哀求看着他 颤声说道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他已经只顾求饶了 再也没丝毫的嚣张 陈峰忽然从怀中 取出那金线井囊晃了晃 旁边那些陈卫军 尽管都非常恐惧 但是看到这金线井囊 想到其中的那几千万龙血紫荆 他们还是忍不住一阵咽口水 陈峰低下头去 看着陈卫军队长 微笑说道 不就是剑材起义吗 不就是 见我这金线井囊里面 龙血紫荆不少吗 不就是 想要钱吗 好啊 他轻笑道 你想要 那么 我就都给你 你不是想要钱吗 那么我就用钱砸死你 下一刻 陈峰忽然一抖 那金线井囊 顿时 金线井囊之中 无数龙血紫荆 噼里啪啪地涌了出来 就像是一条瀑布 一条大的可以砸死人的瀑布 那些龙血紫荆 狠狠地砸在了 那陈卫军队长之上 陈卫军队长 刚才还有些发愣 不知道陈峰是什么意思 但此时他立刻就明白了 这些龙血紫荆 虽然说重量都不是很大 但是这里可是有差不多七八百万龙血紫荆 加起来上千万斤还是有的 这些重量全部都砸在了陈卫军队长的身上 陈卫军队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不要啊 但是惨叫之声很快便低沉下来 原来龙血紫荆砸在他的身上 之后便是让他已经受重伤的身体 伤势更重 他不断地喷着鲜血 片刻之后 他的惨叫声便已经是低沉下来 而到最后 戛然而止 直接消失 他竟是被这无数龙血紫荆给直接活活打死 就像是被无数巨石砸死一样 看到这一幕 其他陈卫军都是不由地咽了口唾沫 陈锋一声轻笑 想要钱是吧 那么我就用钱砸死你 其他陈卫军都是咽了口唾沫 还真是用钱砸死啊 而后 陈锋目光向着那些陈卫军扫了过去 顿时 这些陈卫军脸上都是露出恐惧之色 齐刷刷地后退一步 陈锋看着他们 忽然目光定在一人身上 微笑说道 刚才 用长矛阻止我的时候 很嚣张啊 很霸气啊 很狂妄啊 你觉得 我是一个可以任由你们拿捏的软柿子 是不是 原来 此时陈锋向其说话之人 正是一开始用他手中长矛 拦住陈锋的人 这陈卫军 吓得机灵灵地打了个哆嗦 脸色瞬间一片惨白 他看着陈锋 浑身颤抖 嘴唇哆嗦着 似乎想说什么 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陈锋就在他面前 将他们的队长 实力比他强大 不知道多少的队长 轻松击杀 他哪里还敢再跟陈锋叫嚣 陈锋向着他缓步走了过来 而他每向前一步 这名陈卫军 便是后退一步 眼中充满了恐惧 陈锋微笑说道 说话啊 刚才你话不是很多吗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 现在不说话了 终于 这陈卫军军嘴唇哆嗦着说出两句话 不要 不要杀我 他已经从陈锋眼中看到了浓浓的杀心 陈锋微笑说道 现在知道求饶了事吗 可惜 已经晚了 下一刻 陈锋一拳轰击而出 这陈卫军 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 侧动胯下巨大蜥蜴 向外疯狂逃去 但他又如何逃得掉 下一刻 陈锋便是直接追到他的身后 一拳轰出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然后又戛然而止 他的身形重重地被砸飞出去 撞在一片山壁之上 狂喷鲜血 气息直接断绝 他 已然是被陈锋直接击杀 陈锋扫了他们一眼 冷冷一笑 伸手一挥 将地面之上那些龙血紫荆 全部收回金线锦囊之中 然后 又在那陈卫军队长身上一翻 顿时 翻到一个金线锦囊 陈锋打开一看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这金线锦囊里面的龙血紫荆 差不多足足有一千万左右 想来 是这陈卫军队长的全部身家了 但现在 却归了陈锋 接着 陈锋看向剩下那些陈卫军 微笑说道 现在 我可以进去了吗 这些陈卫军忙不迭地点头 他们已经被陈锋吓破了胆 陈锋哈哈一笑 大步走入这银舟城之中 银舟城之中 人烟复盛 一眼望去 大街之上 尽是无者 大街两侧 则都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九楼 这些楼阁大多不高 绝大部分 只有三四层 色彩极其艳丽 或是大黄或者大红 造型样子 也和陈锋在龙脉大陆 见到的完全不同 充满了异域风情 但是却极为的繁华兴盛 街上的行人之中 大约只有一半是人类舞者 而另外一半 则是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种族 以水中妖族居多 有直接飘在空中的大鱼 有如同一条水草一般 幽来荡去的黑色长条状怪物 还有下面是一条鱼 身上面上半身 则是人生 浑身肌肉鼓起 极为强壮的一族 本章完 第3186章 买消息 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 而周围人 则是没有丝毫诧异 显然都对此习以为常 这让陈锋认识到了 此间和自己之前 去过的龙脉大陆的 其他地方的不同 这里是海外 有着无数特殊的种族 无数的强者 而陈锋来到这里之后 也是颇受到一点关注 不是因为其他 就是因为他的境界太低 这里行走之人 半步五帝随处可见 五帝敬强者也是众多 而像陈锋这种九星 武皇级别的强者 反而是非常少 一进入这里之后 陈锋便是深深地吸了口气 感觉到极为的不自在 到处都是强大的气息 而其中很多强大的气息 甚至是可以将它压制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看向远处 换声自语道 银周城 当真是强者云集啊 我在这里 可是非常不起眼的 在众人眼中 他的实力 也未免太低了一些 不过也只是投来诧异的目光罢了 并没有人立刻前来打扰 毕竟 陈锋现在虽然实力不显 但是能进到这里面 本身就是 对他实力的一种认可 不少人都是猜测 这个少年虽然级别不高 但说不定却是身怀决意 陈锋并没有在意众人的目光 只是向前走去 一边走 一边仔细探听着消息 大约两个时辰之后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看向那城区中心的位置 说道 原来 那里有着 一个专门贩卖消息的 陈锋在这两个时辰里面 探听了许多消息 而很快他便知道 应该去哪里买消息了 银周城面积并不是很大 方圆大约只有数百里 街道也不是很宽 到处都是那种 三层四层高 充满抑郁风情的建筑 所有的街道 都是区里拐弯的小巷子 陈锋按照探听得来的消息 向着城中走去 很快 七拐八拐地走了一个时辰之后 便是来到一处区域 这处区域显得颇为的破烂 两边的建筑也都不高 而且看上去非常的陈旧 有很多地方 都已经是表面色彩斑驳 这里的巷子格外地窄 路格外地密 走着走着 突然不见踪影的事情 简直再正常不过 邻街的那些店面也少有开的 偶尔有几个开的 便是有几个闲人坐在门口 用漠然冰冷的目光 盯着偶尔路过的行人 陈锋来到这里之后 深深吸了口气 他知道 此处多半就是银舟城的地下黑市 这里想必不单单是消息可以卖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卖的 看到陈锋到来之后 这些人脸上情绪没有任何的变化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踏步走入其中 一来到这里之后 陈锋便是感觉空气之中 似乎有着一股阴森诡异的力量 而这里刮起来的风都是格外的冷 让陈锋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甚至 陈锋能够听到 那空气之中有鬼魂的低声哭诉 陈锋知道 此处想必之前出现过无数的杀戮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丧生 此处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的罪恶 所以说 才会如此 很快 陈锋穿过七八条小巷 便是来到了一处小小院落之前 这个小小院落 大门洞开 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 院子不大 方圆不过就几十米罢了 里面荒草丛生 地上还摆着三四幅棺材 这三四幅棺材 也已经是破破烂烂 有的棺材盖都已经掉了 露出里面惨白的色泽 而在庭院的尽头 则是一个类似于破旧祠堂一般的东西 此时只剩下残垣断壁 就是这里了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他四处看了看 便是确定 然后 直接踏步进入这院落之中 这 就是陈锋打探的 在银州城买消息的地方 这里的消息 若是说不全的话 那么便没有人敢说全 陈锋来到这里之后 这里没有任何动静 陈锋也没有着急 他只是来到那祠堂之前 然后取出三根现香点燃 却没有将这香灰撒在地上 而是直接摊在手心之中 等现香点燃完毕之后 陈锋将香灰随风一散 顿时 那香灰便是飘散而去 而就在这香灰洒落的下一刻 忽然之间 在这庭院之中 一个人的声音骤然响了起来 小子 你要找我买消息 下一刻 那本来摊在荒草丛中的 几口烂棺材之中的一个 忽然一道黑色人影闪过 而后 轻飘飘地落在祠堂之前 看着陈锋 此人 是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人 身穿一袭黑衣 他的身材极为的矮小 目光之中 闪露着脚下的光芒 勾搂着腰 点着脚 双腿之上充满了力量 似乎随时都要逃走一般 一边说话 一边极为警觉地看着周围 而对他突然出现 陈锋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因为陈锋刚刚一进入这里 便是感知到了他的气息 知道他就躲在那棺材里面 陈锋只不过是给他留一个面子 所以没有直接戳穿 反而配合 他在这里装神弄鬼 陈锋微笑说道 没错 就是在下要买消息 此人看了陈锋一眼 当看清楚陈锋的实力之后 顿时目光之中 闪露出一抹鄙夷不屑之色 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就是变得冷淡了下来 有些懒洋洋地说道 买什么消息 他看陈锋这般实力 便是觉得陈锋应该买不起什么太贵的消息 陈锋微笑说道 死亡之海的消息 死亡之海的消息 他看着陈锋 撇了撇嘴 脸上露出不相信的表情 说道 死亡之海的消息 可是非常贵的 显然 这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想买死亡之海的消息 只怕陈锋绝对拿不出这些钱来 他不相信 陈锋有如此雄厚的财力 陈锋眉头皱了起来 心中闪过一丝不愿 刚才此人对他的鄙视 陈锋就已经是 看得非常清楚 只不过 陈锋不愿跟他撕破脸 方才忍了下来 此人混名七尾蝎子 至于真名 谁也不知道 在银州城在地下黑市之中 乃是一位传奇人物 专门负责卖消息 陈锋不愿意与他闹僵 所以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又是忍了下来 本章完 第3187章 耍我 他取出金线锦囊 晃了晃 微笑说道 我既然来买 那么自然是有把握的 好 七尾蝎子 看到那金线锦囊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而后伸出右手 懒洋洋地说道 先交五百万龙血紫金 先交五百万龙血紫金 陈锋挑了挑眉头 说道 我可没听说过 还有这个规矩 就是我这儿的规矩 这五百万龙血紫金 乃是定金 我怎么知道 你买了消息之后 不会立刻逃走 七尾蝎子非常霸道地说道 怎么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将这口气忍了下来 这是他第三次忍了 陈锋从金线锦囊之中 取出五百万龙血紫金 扔到他的面前 说道 现在 阁下可以卖给我了吧 当然可以 七尾蝎子微微一笑 从怀中取出一个卷轴扔给陈锋 陈锋将卷轴打开 打开之前 陈锋心中充满了期待 而打开之后 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原来 那卷轴之上 空无一物 乃是一片空白 而且 陈锋仔细感知了一番之后 发现这卷轴 就是普普通通的卷轴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陈锋换了数种手段催动 都没有在上面发现任何字迹 显然 这个卷轴 就是一张白纸 陈锋看着七尾蝎子 此时他心中已经是杀鸡闪烁 冷冷说道 阁下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看不出来吗 这就是我卖给你的消息 他不耐烦地催促到小子 这份消息 一共三千万龙血紫金 现在赶紧把剩下的 两千五百万龙血紫金拿出来 陈锋此时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卷轴之上 似乎就一个字都没有 这就是你卖给我的消息 七尾蝎子嚣张地大笑道 没错 就是一个字都没有啊 那又怎样 老子说这是卖给你的消息 就是卖给你的消息 陈锋笑意迎然 耍我 此时 他脸上的笑意 更加浓郁了 那眼中的杀意 更是几乎要一出来 没错 老子就是耍你 七尾蝎子大声狂笑着 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细血的表情 怎么 小子 你不服气啊 老子就是在耍你啊 怎么了 显然 他就是在细耍陈锋 而且 还想强取豪夺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微笑点头说道 好 很好 陈锋看着七尾蝎子 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 七尾蝎子既然敢如此 陈锋决定要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深刻教训 陈锋看着他伸出三根手指 淡淡说道 我数三声 你将正确的消息给我 我便饶你一命 什么 饶我一命 七尾蝎子看着陈锋 哈哈大笑 小子 你是不是疯了 啊 你饶我一命 你确定是你饶我一命 还是我饶你一命啊 陈锋没有理会 只是冷冷说道 三 七尾蝎子哈哈大笑 小子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将所有的身家奉献于我 我便饶你一命 让你离开 要不然的话 今日 我宰了你 陈锋冷冷伸出两根手指 二 七尾蝎子 觉得自己被完全忽视了 恼羞成怒 一声爆吼 小子 你找死啊 说着 便直接向陈锋杀了过来 哦 不把消息交出来 还要杀人是吗 陈锋冷冷一笑 接着 他便是一声怒吼 老子今天 就把你的屎 都给你打出来 下一刻 陈锋身形一闪 直接向他扑来 一拳狠狠轰击而出 陈锋这一拳打出 七尾蝎子脸上露出 浓浓的不屑的表情 根本没有将陈锋的攻势 放在眼里 他撇了撇嘴 说道 不过一个区区九星武皇巅峰罢了 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猖狂 我可是接近五弟镜的强者 说着 他一声音笑 同样也是一拳轰出 得意地看着陈锋 在他看来 这两拳撞击在一起之后 自己可以直接将陈锋废掉 两个拳头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他忽然脸色一变 原来 他感觉到 陈锋那拳头之上传来的气息 强大无比 强横之极 甚至 完全不是他所能抵挡的 他一声惊呼 如此强横的实力 你 你隐瞒了实力 他震惊地看着陈锋 同时身形急速后撤 不敢与陈锋硬打 但是 又如何来得及 陈锋陡然之间加速 砰的一声 拳头便是狠狠地砸在了他的拳头之上 七尾蝎子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他感觉自己的右拳剧痛无比 骨骼碎裂 身子重重地摔了出去 陈锋的礼不饶人 身形一闪 又是来到他面前 又是一拳轰出 七尾蝎子 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应接 于是 他的左臂也被陈锋震碎 下一刻 陈锋左手一伸 便直接抓住了他的脖子 一声冷笑 耍我是吧 说着 啪的一个大耳光 扇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将他脸打得肿了起来 鲜血混合着碎牙飞了出去 然后 陈锋又是一声冷笑 给我一张白纸是吧 又是一个大耳光子 扇在他的脸上 还敢要我的龙血紫巾是吧 又是一个大耳光子 扇在他的脸上 陈锋每说一句 便是扇他一个耳光 每一下用力 都是巨大无比 七尾蝎子 直接就给扇蒙了 好一会儿 之后方才回过神来 他瞪着陈锋 立声吼道 小子 你敢动 那个我字还没有说出来 啪的一声 又是一个大耳光 扇在他的脸上 陈锋看着他 微笑说道 我就动你了 怎么了 小子 告诉你 你敢动我 后果非常 啪的一声 又是一个大耳光 这一下 差点将他脖子给打断 直接扇得他 脑袋重重地往旁边一歪 七尾蝎子在这一瞬间 感觉自己灵魂都要被打得出窍了 这一瞬间 他甚至感觉到了死亡的危险 在这一掌落在他脑袋上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自己 要被这活活地打死了 陈锋微笑说道 后果怎么样啊 你来告诉我 后果怎么样 本章完 第3188章 服气了吗 陈锋音量越来越高 说到最后 一声爆吼 将他丢在地上 一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肚腹之上 这一下 直接让七尾蝎子 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 鲜血疯狂地喷涌而出 他身子弯了下去 整个就跟一只大虾一样 同时 他感觉自己的下体 一阵温热 扑斥一声清响 一股腥臭之味弥散开来 他竟是被陈锋刚才这一脚 直接给剁得屎尿其流 陈锋哈哈大笑 说把你的石打出来 就要把你的石打出来 而此时 七尾蝎子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已经是充满了恐惧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意识到 这个年轻人 真的敢杀了自己 而且 他真的也有这样的能力 这让他心中 再也没有了丝毫的嚣张 剩下的只有恐惧 耍我的代价 你担得起吗 陈锋盯着他的眼睛 嘴角露出笑意 他蹲在地上 看着七尾蝎子 轻声说道 服气了吗 服气了 服气了 七尾蝎子忙不迭地点头 他真的已经是被陈锋给打服了 陈锋微笑说道 好 那么现在该怎么做 七尾蝎子 赶紧从怀中取出一个卷轴 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 端给陈锋 说道 这是死亡之海的真正卷轴 您请过目 陈锋将卷轴接过 打开 粗略地看了一眼 便是点了点头 他自然分得清楚 到底是真还是假 这上面 有着非常详尽的 关于死亡之海的介绍 比他在内宗得到的 要详细不少 陈锋将卷轴收起 而后懒洋洋地说道 还有呢 说着 伸出一只手来 七尾蝎子先是一愣 然后立刻领悟 赶紧将刚才收走的那五百万龙血紫荆 又递给陈锋 说道 公子 这些龙血紫荆 还请您拿回去 小老不敢要 陈锋点了点头 将这些龙血紫荆收起 然后 又是伸出手来 看向他懒洋洋地说道 还有呢 陈锋现在这个神态 像急了七尾蝎子刚才的样子 显然就是在模仿他 以此嘲讽 七尾蝎子愣住了 差一说道 公子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陈锋脸 一色一下子变了 啪 一个大耳光子 又是扇在他的脸上 得老子好好想想 到底还有什么 七尾蝎子背 这个大耳光子扇的七荤八素 半天没醒过神来 忽然他醒悟了 知道陈锋要的是什么了 他脸上露出一抹肉疼之色 非常的舍不得 但是当看到陈锋在旁边那冰冷的笑容 他激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心中暗骂 他娘的 都什么时候了 命都没有了 还要钱干什么 想到这里 他哆哆嗦嗦地从怀中取出三个金线锦囊 很是不舍得地递给陈锋 说道 公子 这 这三个金线锦囊 是小老儿全部的身家了 是你全部的身家 陈锋将这三个金线锦囊打开 大体看了一下 粗略地孤寂了一番 这三个金线锦囊里面 大约有五千万左右的龙血紫金 陈锋皱眉说道 你就这点身家 眼见陈锋不悦 七尾蝎子赶紧解释说道 公子爷啊 你也得体谅啊 小老儿的消息 也都不是白来的 小老儿其实就是在其中做个中间人 你们要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跟别人买来的呀 这也是要花大价钱的 这真的是小老儿全部的积蓄了 陈锋看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说道 量你也不敢撒谎 他将这三个金线锦囊收入怀中 心情大畅 哈哈一笑 这横才来的 当真是快 陈锋看了七尾蝎子一眼 淡淡说道 今日 念在你给了我真正消息的份上 我便不杀你 饶你一命 但是 你给我记住 以后我还会来找你 还会来找你买消息 你若再敢跟我耍心机 手段 我就要了你的命 七尾蝎子 被陈锋的眼神 吓得一个哆嗦 忙不迭地连连点头 陈锋锋转身便走 对了 公子且慢 七尾蝎子忽然叫道 陈锋停了下来 转身看他说道 还有什么事 七尾蝎子脸上充满了谄媚之意 看着陈锋点头哈腰地说道 您若是去死亡之海有什么收获的话 也可以拿回这里 拿回这里 什么意思 七尾蝎子赶紧说道 银州城乃是方圆几亿里之内所有岛屿之中 人最多的 强者最多的 这里是附近几亿里的海域范围之中的一个贸易中心 所有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 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 卖东西 银州城之中 有两个拍卖场 第一个便是银州城城主他们家族开办的拍卖场 这个拍卖场面积极大 去到里面之后 价格有保障 而且也不会有人私吞你的货物 你的东西 拍卖出去 第一时间就会有龙靴紫金入账 陈锋看着他微笑说道 既然这个拍卖场好处这么多 那能跟他相对的那个拍卖场 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七尾蝎子诡异一笑 看着陈锋说道 公子当真是明白人 不瞒你说 第二个拍卖场 就在咱们这儿 说着 他指了指脚下的地面 陈锋明了 想必这片如平民窟一般的所在 果然如自己之前所料的 绝对不只是贩卖消息 而是什么都卖 而且看来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 规模极大的地下拍卖场 七尾蝎子说道 那城主家族开设的拍卖场 当然好 但是 若你在里面拍卖的是一些 见不得光的东西 那么未免就会很麻烦 而且 那城主家族开设的拍卖场 到处漏风 比如说 公子您拿了一个货物 去那里拍卖 只要这个货物比较惹眼 引得众人觊觎 我敢说 不到一个时辰 立刻就有人会将您的消息泄露出去 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 这件东西是你拿来的 而且 有的东西 你若是放在那个拍卖场的话 没有十天半个月 可是卖不出去的 本章完 第3189章 接近目的地 但是 咱们这儿 第一 对货主的消息绝对保密 谁都不知道 是你拿过来的 此时 他脸上满满的都是严肃 目光之中 还带着一丝狂热 根本没有对刚才 陈锋那般害怕的样子 谈起正事来的时候 这丝完全就是一个极为合格的商人 哪怕陈锋将他打得如此凄惨 哪怕他对陈锋极为恐惧 但是却不妨碍 他对陈锋推销 这引以为豪的地下黑市 他接着说道 第二 他们拍卖场 必须得凑够一定珍贵东西 才能开拍卖会 但是咱们这儿 只要你来了一件 咱们能为你这一件东西 专门开一个拍卖会 当场拍 当场给龙学紫荆 当场走人 就是这么快速训解 陈锋点点头 微笑说道 好 我明白了 说完 陈锋便要离开 而他刚走出两步 忽然转身 看向七尾蝎子 说道 我知道 你今日想必是非常不服气 肯定也存了报复的心思 没事 你仅可以报复 甚至我下一次 来找你买消息的时候 你也可以找几个人埋伏在这里 扶杀我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记得 这样做的话 后果很严重 陈锋微笑着说出这句话 然后转身离去 七尾蝎子 激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陈锋最后的笑意落在他的眼中 不斥于是恶魔的微笑 他心中本来刚刚涌现出来的一丝异样的想法 也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人 太可怕了 而就在陈锋 离开这里的时候 钟锋林也是来到了迎州城 他比陈锋 慢了许多 他来到这里之后 四处看了看 神色很是焦躁 不过 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对这里颇为的熟悉 七拐八拐的 很快便是在人群之中消失 当他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了 他脸上带着质得意满的笑容 嘴角露出微笑 原来 陈锋你果然来到这里 而且 还在这里四处打听消息 好啊 既然这样 我就明白了 那么我也不需要再在这里待着 反正你肯定要离开这里 而你要去死亡之海的话 有一处必经之路 我就在那里等着你就是了 他微微一笑 守株待兔 说着 身形一闪 直接离开银州城 陈锋没有在银州城之中多待 得到消息之后 他很快便是离开 银州城之外 乃是一片高峻的山林 陈锋来到这片山林之中 找了一个高耸的悬崖 悬崖顶端 乃是一个隐秘的石缝 走到尽头是一个石洞 陈锋来到石洞之中 盘膝而坐 轻轻嘘了口气 确定了周围无人之后 将那卷轴拿了出来 拿在手中 细细看着 这卷轴极长 展开的画足有三米 宽度则是有两尺 前面乃是地形图 乃是一幅又一幅的图画 展示了死亡之海周围的地形 乃至于进入死亡之海 所需要的路线 陈锋看了一遍 便是将这些路线 全部记在脑海之中 而后 他又向右边看去 右边则是大段大段的文字 陈锋发现 这些文字 并非出自于一人之手 看字迹和字体的大小 乃至陈述的语气 都是完全不一样 陈锋大略地数了一下 发现这篇大约有万余字的文字 出自于足足十六个人之手 他看了一遍 便是心中了然 原来 这篇文字 乃是这十六个人 关于死亡之海的 笔记的一个综述 他们都曾经进入过死亡之海 因此 他们得出来的这些经验 可是极为宝贵的 陈锋着重将这些文字 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 直到滚瓜烂熟 而后 陈锋闭上眼睛 将这卷轴之上的内容 仔细想了一通 确定没有遗漏 方才右手轻轻一抹 顿时 这卷轴直接化为积粪 陈锋起身 此时他看见那山洞的尽头 还有一条石缝 陈锋顺着这条石缝 向前走去 一路弯弯曲曲 走了 足足有三十多里 面前竟是透出光亮来 一股股海洋的湿润气息 直透而入 陈锋走到石缝的尽头 顿时 面前一片开朗 在他面前 已经是那无尽海洋 原来 这条石缝竟然直接通到悬崖之上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这倒是很适合我呢 他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又盘歇而坐 在这里恢复了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 陈锋的第九轮大日 已经重新变得圆满 他已经可以再一次发动 逐日金屋步伐了 直到此时 陈锋方才离开 只不过 这次离开的时候 陈锋不像是之前那样 直接朝着死亡之海的方向而去 本来 依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直接去往死亡之海 的话 应该是要往正北方向 但陈锋此时的方向 却是在正北 又略偏袭了那么一点点 直到此时 陈锋才发现自己之前的准备 是何等的仓促 之前甚至自己都没有准备 海外诸岛的导徒 便是贸贸然地来了 要知道 以他的能力 绝对无法在海上飞行那么久的时间 一直到达死亡之海 中间必须要有歇息的地方 他的逐日金屋步伐到了石线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地方 让他好生休息 进行恢复 而陈锋之前 手里头连导徒都没有 他其实是很难找到恢复的地方的 就拿之前来说 若不是他机缘巧合之下 来到了这银州岛 只怕后果当真是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陈锋便是心中一颤 暗自警戒 陈锋 下一次做事 可不能再这么考虑不周了 所以 这一次陈锋锋在银州岛之上 除了管七尾蝎子 要来了死亡之海的消息之外 还从他手中 得到了一副极为详尽的导徒 这副极为详尽的导徒 当然也是非常珍贵 但是比死亡之海的消息 就要差了不少 七尾蝎子 想给也得给 不想给也得给 现在陈锋已经是对从银州岛到死亡之海这一端路线上面 有哪些可以供自己休息的岛屿 一清二楚 此时 他前去的方向 一亿七千万里之外 便是有一座岛屿 本章完 第3190章 陈锋 我已等候多时 陈锋 估摸着 自己三个时辰之后 差不多应该是刚好到那里 刚好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 恢复实力 这一次 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陈锋 明显就比刚才飞行的时候 要从容得多了 三个时辰之后 果然他看到 前面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大岛 比银州岛 只怕还要大一些 只是 没有银州岛那么高峻 此时 陈锋 逐日金屋步伐的力量 还没有彻底耗完 还可以再飞行半个时辰左右 但他还是选择降落上去 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静静恢复 然后 几个时辰之后 陈锋又一次出发 接下来几日 陈锋都是这般 第六日 清晨时分 陈锋在海洋之上急速飞行 划过一道金色光芒 此时在他身下那 海浪之中 突然又有一头巨型海中妖兽 骤然之间跃起 向着陈锋狠狠地吞噬而来 这头海中妖兽 乃是一头大鱼 长度足足有几万米 而且它的那一张巨口 几乎占了整个身躯的三分之二 极为的大 那巨口一张开 几乎就到了尾巴的位置 露出了几百颗巨大的森然獠牙 每一颗獠牙 都有小山一般大小 极为的恐怖 让人看一眼 便是感觉 似乎要被它撕成碎片 若是陈锋刚来西海的时候 难免会惊慌一下 但是此时 它却是从容无比 悠哉悠哉的驾驭 逐日金屋不法 身体腾空而起 让那巨大的海鱼妖兽 扑了个空 陈锋低头看了它一眼 而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轻声说道 这一路过来 倒也没有看见什么 更加强大的妖兽 现在出现的妖兽 和第一天我碰见的级别差不多 都是介乎于一星妖帝 和二星妖帝之间 这应该是和我的行径路线有关系 陈锋猜的一点没错 虽然他在外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但其实 他的行径路线 可以说是贴着海岸线的 他离着海岸线的距离 一直是大约一亿里左右 以东南西北四海的体量来说 一亿里左右的距离 可以说是贴着海岸线也不为过 离着那大洋的最深处 那中心位置不知道还有多远呢 自然是离着海洋中心越近 妖兽的等级便是越高 在外围的 其实相对于整个大海来说 都是并不起眼的那种妖兽 很快 陈锋脚上的战靴那光芒 便是逐渐开始暗淡摇晃了起来 已经快要力量耗尽 这个时候陈锋也看到了 在视线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岛屿 这个岛屿并不算很大 但是却极为的高 也非常的窄 整个看上去 就像是一截突出于海面之上的刀锋一样 刀锋岛 到了 陈锋长长地虚了口气 目光之中充满了期待 刀锋岛是陈锋的倒数第二站 而最后一站 就是死亡之海了 这是在附近距离死亡之海最近的一座岛屿 这也就意味着 陈锋在此地休整之后 就要赶往死亡之海 陈锋很快便是来到刀锋岛之上 找了一处隐秘的悬崖 望着那大海便是开始休息 恢复实力 一个时辰过去了 就在此时 陈锋忽然心中重重一跳 他感觉如芒刺在背 一股极为危险的感觉 骤然之间涌上他的心头 就好像有一把极快的刀向着他的后背狠狠地刺了一样 陈锋一颗心本来极为的平静 无我无他 进入了那种忘我的境界 但是这一刻 陈锋却是骤然之间心脏狂跳 身体一下子便是紧紧地绷着 刷的一下便是站起身来 豁然转身 速度迅捷无比 同时 力量遍布全身 已经是做好战斗的准备 他看着身后的丛林 冷冷说道 谁 滚出来 那丛林之中 响起一声低笑 这个声音 陈锋听着非常耳熟 然后 一道身影分开树林 缓缓走了出来 看到他之后 陈锋瞬间瞳孔一缩 冷冷说道 竟然是你 他出现在这里 陈锋并不意外 原来 此时出现之人 赫然竟是中风铃 中风铃看着陈锋 微笑说道 陈锋 我已等候多时 陈锋微笑不语 小兔崽子 看样子 你对我的出现 并不意外 陈锋看着他 冷冷说道 你来或不来 我都不意外 看到陈锋脸上 那淡定从容的表情 中风铃瞬间有一种 被陈锋完全看破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也让他恼羞成怒 他盯着陈锋 阴狠狠地说道 小子 你看起来很是从容 很是淡定啊 就是不知道 你待会被我杀的时候 会不会也这么从容 也这么淡定 陈锋微笑说道 多半是会的 此时 他面对中风铃 从容不迫 但实际上 此时陈锋心中 已经是疯狂地运转着念头 思索着 应该如何脱身 因为 陈锋非常清楚 现在的他 绝对不是中风铃的对手 陈锋心中心念转变 幸亏我现在 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我的逐日金屋不法全力催动的话 速度 应该是比中风铃要快的 是的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陈锋立刻便想明白了 若是中风铃的速度 比我更快的话 他早就追上来杀我了 而他 直到现在才追上 显然是因为他根本速度不如我 所以只能再次等待 因为 他猜到了我的目的地 既然这样的话 我逃生的可能总还有一些 他心中思索 脸上情绪却毫无变化 戴然说道 你就这么确定 能杀了我 中风铃看着陈锋 冷冷笑道 陈锋 我知道你天赋极高 实力也不弱 但是可惜 我实力比你更强 你可以击杀桑子静 你的实力 已经是堪比出入五地境了 但是你以为我就比你弱吗 陈锋 你果然还是太浅薄了 他看着陈锋 扬着下巴 脸上露出浓浓的傲慢之色 充满了俯视之意 傲慢无比地说道 陈锋 现在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真正实力 让你知道 像是我这种 进入薛元家族内宗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的强大弟子 实力是何等的恐怖 本章完 第3191章 金甲武士神源战体 下一刻 他发出一声怒吼 双臂扬起 在他丹田之中 一阵阵的力量骤然之间波荡而出 在他丹田里面 似乎有无数星光泼洒而出 而后 这些星光在他身体后面凝聚成了一道虚影 这个虚影 高度大约有六七米左右 竟然是一座金甲武士 这座金甲武士 浑身上下都是穿着极为厚重的金色铠甲 铠甲全部都是由大块大块的金色珍稀金属铸造而成 看上去极为的厚重雄魂 这金甲武士高度是六米 肩膀的宽度差不多也是达到了六米 腰肢极粗 胳膊大腿极粗 脑袋极大 就像是直接安在肩膀上一样 极其的孔武有力 粗壮到了极点 他的脸则是极为的猙獰 两个同龄一般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陈锋 陈锋感觉 这个金甲武士一出现 立刻空气之中的微压 就似乎比刚才巨大了数倍 压得陈锋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陈锋心中一惊 这难道是中锋灵的 中锋灵哈哈大笑 陈锋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我的神缘战体 原来 这就是神缘战体吗 陈锋仔细打量着那金甲武士 此时他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饶有兴趣 因为 在陈锋看来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到神缘战体 陈锋很想知道 圣缘神缘战体 到底有什么样的威能 陈锋看着那神缘战体 感觉到心中澎湃 充满了力量 他的战意 被激发了出来 这神缘战体气势如此强大 只怕他凝聚的神缘 起码也是达到了三道之多 中锋灵得意笑道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我的神缘战体 似乎能够猜到陈锋的想法 中锋灵顿了顿 继续说道 我这神缘战体 足足由五道神缘凝聚而成 五道神缘凝聚而成 陈锋心中重重地颤抖了一下 要知道 只要拥有三道神缘 可就是踏入五帝境往 而他竟然拥有着足足五道神缘 这是何等之恐怖 中锋灵得意说道 三道神缘继承五帝 十道神缘便是一星五帝巅峰 而我 拥有五道神缘 已经是一星五帝中期了 比出入一星五帝还要强大 不知道多少 小子 你连半部五帝都不是 一个区区九星五皇巅峰罢了 他即是轻蔑地看着陈锋 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搓了搓 你也配跟我比 你也配跟我斗 你也配与我相提并论 他连着说了 三句你也配 轻蔑至极 动作就宛若 捏死一只蝼蚁 他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一声抱吼 双手扬起 而后 重重落下 做出一个下击的动作 于是他的那神缘战体 也是一声怒吼 直接向着陈锋飞了过来 双拳狠狠砸下 这一瞬间 陈锋感觉天空一黑 就像是整个天空都被遮蔽了一样 就好像是在天空之上 有一座大山砸下 无穷无尽的力量 感觉狠狠地涌来 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几乎要被活生生地砸成粉碎 陈锋 骇然 他的这神缘战体 到底有什么位呢 竟然如此之强 陈锋也来不及多想了 心念一闪 丹田之中那金色闪电神缘 骤然破水而出 刷的一下 便是挡在了陈锋的面前 此时 金色闪电神缘的长度 已经是达到了将近五米 枝差横生 而后 下一刻 金色闪电神缘 和那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陈锋的金色闪电神缘 之前跟任何人的神缘撞击 从来都是不落下风 直接可以将其神缘撞得粉身碎骨 但这一次 却是与之前不一样了 因为 他现在面对的是神缘战体 是整整五道神缘组合而成的神缘战体 比之前陈锋对战的神缘 不知道强大多少 金色闪电神缘 狠狠撞击在金甲武士神缘战体的右拳之上 轰的一声巨响 金色闪电神缘 竟是直接倒飞了回来 身上光芒一阵剧烈的摇晃 几乎要活生生地崩散 而金甲武士神缘战体的右拳 也是咔的一声脆响 直接骨折 一阵光芒暗淡 金色闪电神缘吃了大亏 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也是吃了一点小亏 但是却还是占据了上风 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发出一声疯狂的吼叫 似乎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一样 身形急闪 一把就将金色闪电神缘抓在手中 而后右拳狠狠地砸了下去 金色闪电神缘 竟然根本无法反抗 正脱不开 被人一拳砸地 发出一阵剧烈的摇晃 光芒溃散 几乎要直接从中被打成两劫 与此同时 陈锋感觉眼前一黑 他神缘首创 他也身受重创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陈锋震惊地看着那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说道 我知道他的威能是什么了 刚才那一瞬间 我觉得 好像有十亿斤的力量砸下来一样 原来 他的金甲武士神缘战体的威能 只有一个 那就是力量 但是 却是强大到了极点 近乎于无可匹敌的力量 然后 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又是一拳狠狠地砸下 这一拳砸下之后 陈锋的金色闪电神缘发出一阵剧烈的瘟鸣 光芒暗淡到了极点 眼看着 就要被活生生地砸得烟灭 陈锋此时 心中大痛 一声爆吼 冲上前去 向着那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狠狠地攻击而来 而那金甲武士神缘战体 只是轻蔑地一笑 伸出左拳 顿时 陈锋便是感觉 自己被这拳头轻轻压下 就如同是被一座巨山压下来一样 这一拳 瞬间便让陈锋狂喷鲜血 筋断骨折 咔的一声 他的身体之上 无数骨头一瞬之间都是破裂 他的身体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只是一下 陈锋就已经是身受重伤 陈锋眼中露出震惊无比的表情 他早就知道 自己自己和中风灵的实力差距极大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实力差距竟然大到了这种程度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中风灵完全可以将他碾压 本章完 第3192章 我陈锋 命死 不服 这 就是五帝竞强者的实力吗 陈锋第一次意识到 真正的五帝竞强者的实力 是何等之恐怖 中风灵哈哈大笑 得意到了极点 陈锋 看到了没有 我的实力足以将你轻松碾压 在我面前 你根本就不值一提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哈哈 下一刻 咔的一声 金甲武士神员战体 直接将陈锋的那金色闪电神员 给捏成了两半 金色闪电神员 发出污的一声 如同临死之前的悲泣一般 骤然之间光芒闪烁 然后直接消失 重新回到了陈锋的丹田之中 金色闪电神员 破碎 陈锋心中大痛 因为刚才那一瞬间 他感觉金色闪电神员 好像已经死掉了 而陈锋 此时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也没有时间 去查看金色闪电神员 到底如何了 陈锋身形一闪 直接向外疯狂逃去 逐日金屋步伐瞬间发动 他的双腿之上 金色战靴出现 陈锋爆发出迅捷无比的速度 想逃 逃得掉吗 中风铃一声冷笑 双脚狠狠一顿 砰的一声 他的双脚之下 一股青色光芒绽放出来 一声力笑 这一瞬间 竟然爆发出 比陈锋的逐日金屋步伐 更快的速度 直接来到了陈锋的身后 然后 一拳便是狠狠地 砸在了陈锋的后心之上 这一拳砸在陈锋后心之上 陈锋的后背 直接被打出了一个巨大的伤口 甚至他的拳头 穿过陈锋的躯体 直接在陈锋胸前露了出来 陈锋一声闷哼 身形被远远地砸飞出去 又一次摔在了地面之上 狂喷鲜血 鲜血从他的伤口之中流出 转眼间 就将那地面 染得一片血红 中风铃缓缓走到陈锋面前 看着他 脸上露出一抹阴冷的表情 小兔崽子 我知道你速度快 你以为我 没有提防吗 告诉你 我这几天苦苦寻觅 终于找到了一门武器 可以让我短时间内 爆发出极强的速度 这东西 没什么用处 损耗还大 但是我就是为了 用它来对付你啊 陈锋脸色 一片苍白 这中风铃 竟是如此处心积虑 为的就是要了自己的命 中风铃盯着陈锋 银狠说道 小子 现在 将你从大日金金阁第五层之中得到的秘密交出来 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怪不得不直接杀我 原来 是想得到这个秘密啊 废话 要不然你以为我会将你的性命留到现在吗 我早就宰了你了 他盯着陈锋 厉声吼道 赶紧说 你现在也别想再玩什么花招了 陈锋点点头 说道 你扶耳过来 我告诉你 他声音微弱 面如精致 中风铃顿时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陈锋竟然答应得这么干脆 他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盯着陈锋 不屑说道 小子 那宗众人都说你骨头硬 我看你骨头也没有多硬啊 现在被我这么一逼 还不是什么都说出来了 他得意地笑了一阵 然后便是将耳朵凑了过去 等待陈锋说出 他在大日金金阁第五层之中的得到的秘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 而后 呸的一声 一大口唾沫 便是正好吐在了中风铃的脸上 中风铃没有任何防备 甚至都没有躲闪 直接就被吐中了 陈锋看着中风铃 咧嘴一笑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老子就算死 也绝对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你的 我陈锋 宁死 不服 他声音微弱 由于身受重伤 他面如金纸 嘴角还挂着血痕 但他脸上 却慢慢地都是不屑 那是源自于骨子里面的 骄傲 陈锋的骄傲 中风铃整个人都傻了 完全愣住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 甚至都没有回过神来 他根本没有想到 陈锋竟然敢这么做 也根本没有想到 陈锋竟然有这样的勇气 他整个人都傻在了那里 好伴想之后 他方才回过神来 而后 缓缓支起了身子 他脸上的神色先是平静 然后则是暴怒 下一刻 他发出疯狂的吼叫 疯狂地怒吼着 陈锋 你这个小崽子 你竟然敢 你竟然敢 他几乎已经被气得精神失常了 整个人发出疯狂的吼叫 双拳狠狠地砸着地面 瞪着陈锋 怒到了极致 恨到了极致 而陈锋此时 嘴巴微微扬起 脸上露出一抹高傲的表情 看都不看他眼 陈锋此时 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与中锋林这一战 是陈锋近些年来 最艰难的一战之一 也是被打得最惨的 毫无翻盘 可能的一次 但陈锋 并不畏惧 大丈夫 死则死二 又岂会向这种人屈服 中锋林一张脸 已经是完全扭曲了起来 他疯狂地吼叫着 小兔崽子 今天我就算是得不到那个秘密 我也要宰了你 我要宰了你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我要将你撕成碎块 我要让你死前 也痛苦无比 下一刻 他一脚便是踩在陈锋的左臂之上 顿时 咔的一声脆响 陈锋的左手手掌 一片血肉模糊 鲜血淋漓 骨骼碎裂 疼得陈锋 浑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但陈锋 却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依旧是微笑着看着中锋林 陈锋这略带嘲讽的笑容 让中锋林更是疯狂了 他吼叫道 小崽子 死 说着 他的右脚狠狠地向着陈锋的左臂踩去 又是直接将 陈锋左臂踩碎 陈锋疼得脸上肌肉一阵抽搐 但他却是哈哈大笑 中锋林 没吃饭吗 用力啊 再用力啊 中锋林要疯了 就在他要将陈锋的其他身体部位踩碎的时候 此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断鹤 何人如此暴行 住手 这个人的声音 非常清冷沉稳 下一刻 两道人影向着这边急速而来 中锋林顿时愣了一下 向远处看去 而陈锋 则是眼中金光大放 他在一瞬间 看到了机会 本章完 第3193章 灵异 血情 很快 那两道身影便是来到镜前 落在了悬崖之上 此时陈锋看到 这对人影 乃是一对青年夫妇 男女年纪 大约都是三十余岁 男的长相颇为俊朗 那女子长相也是极为的秀美 尤其难得的是 两人都是阴气勃发 身上毫无任何奸邪之气 一看便知道 乃是名门大派出身的弟子 而且修炼的功法武技 绝对也是堂堂正正 他们两人来到镜前之后 看到此时陈锋的情况 看到他这般惨状 脸上都是露出不忍之色 那青年男子向钟风凌抱拳 沉声说道 这位人兄 他已经落得这个样子 你要杀便杀 就算是杀了 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是你现在却还如此折磨 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钟风凌此时正在气头上 心中的一股邪火还没出呢 此时听了他说的话 立刻猛地转过身去 他脸上神色一片扭曲 肌肉秃秃乱跳 盯着他们两个 阴狠狠地说道 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 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听到他这般一说 这两名男女立刻脸色一沉 看到他们脸色如此 钟风凌更是暴怒 还他娘的敢跟我白脸子 找死 下一刻 他身子一闪 直接向着这两名青年男女冲了过去 他阴惨惨地笑着 你们两个既然敢路过多管闲事 那么也就一起留下来吧 他根本没有将这两人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这两人虽然看起来像名门大派出身 想来实力不弱 但年纪这么轻 又能强到哪里去 看到他直接攻来 那青年男子冷冷一笑 刷的一下 拔出一把长剑来 这长剑 长约四尺 极为的宽厚 而看起来那样子 竟然似乎是某种木头的木星打造的一般 上面有着青绿色的绵密纹理 他手中长剑向前一刺 便是迎上了中风铃 陈锋一看 便是眉头微微一挑 这青年男子架势一百开 便是大开大合 极为的霸道强硬 这剑法 绝对不同寻常 砰的一声 中风铃的拳头 和青年男子的长剑 撞击在一起 青年男子 亮亮呛呛连退竖步 而中风铃则也是拧起了眉头 看向自己拳头 他的拳头之上 一滴鲜血悄然绽放 显然 这下碰撞 青年男子吃了亏 但中风铃 却并非是没有付出代价 由此可见 中风铃的实力 比青年男子强 但是却也没有达到 凌家的程度 中风铃冷冷一笑 没想到啊 竟然还有点实力 好 那我就更得宰了你了 而青年男子 脸上也是 露出一抹震惊的表情 显然没有想到 中风铃的实力 竟然这么强 他看向那青年女子说道 秦妹 一起上 好 一个个 那青年女子点点头 从背后也是 取出一把剑来 他这把剑 却是颇为的短小玲珑 看上去煞是可爱 两人一声轻贺 迎向了中风铃 瞬间便是 和中风铃站在一起 他们两把长剑 一把巨大又威猛霸道 另外一把 则是轻巧飘忽 极为的清零 这两种剑法 每一种都是非常的强横 陈锋估计 起码也是达到荒极的级别 而这两种剑法 结合在一起 两种完全不同的武技 结合在一起 竟是互相补充 极为的完美 圆圆融融 毫无破绽 顿时 他们的攻势 便如绵密的长江大河一般 直接渗透而来 泼洒得到处都是 针扎不透 水泼不净 一下子就将 中风铃围在了中间 中风铃此时拧起眉头 接连挥拳 轰击而出 但是他的每一下攻势 却都如同泥牛入海一样 打在了那绵密的双剑 合璧攻势之上 瞬间 就被抵消掉 竟是让他有种 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 刹那间 他便是落于下风 陈锋此时 眼中光芒一闪 此时不走 更待何事 下一刻 他身形一闪 逐日金屋步伐 骤然之间发动 原来 陈锋这伤势看起来极重 其实都是皮外伤 只是金色闪电神员的伤势最重 但降龙罗汉之力 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尤其是他的逐日金屋步伐 还可以发动 陈锋速度极快 转眼便是远远离开悬崖 来到海洋上空 而看到这一幕 那青年男女 都是皱起了眉头 显然他们没有想到 陈锋竟然会自己逃跑 但就在这时 陈锋忽然一声 大吼 五魂 哎 下一刻 在陈锋头顶之上 那八舍五魂 骤然出现 巨大的八舍五魂 出现的往瞬间 便让中风铃和青年男女 三人脸上 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那青年男女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诧异和震撼 他们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被打得 凄惨的年轻人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五魂 而中风铃也是愣住了 不知道 陈锋这是要干嘛 下一刻 那八舍五魂 忽然身子鼓胀了起来 然后 他锯嘴张开 一股气流 轰然涌出 砰的一声 便是击中了中风铃 这一下威力极大 而且充满了冲击力 中风铃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身形远远地飞出去 起码有几千里远 但是 他并没有受伤 而八舍五魂发出这一招之后 立刻萎靡了下来 瞬间又是消失 陈锋向着青年男女大声喊道 二位 我乃是薛元家族那宗陈锋 今日救命之恩情 我陈锋铭记于心 此人乃是我薛元家族强者中风铃 实力非常强大 你们两个虽然看似占了上风 但是他若是使出他的神缘战体的话 你们两个绝无信念 所以 我暂时将他逼走 你们两个也赶紧逃命去吧 听见他说这话 青年男女两人立刻色变 那名青年男子抱拳说道 在下乃是水晋书院灵异 这位是我的师妹 雪晴 陈锋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陈锋说道 山高水长 终有再见之时 在下告辞 说吧 直接转身离开 逐日金屋步伐发动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 灵异 雪晴 深深地看了陈锋一眼 目光之中 都是露出一丝感激之色 本章完 第3194章 进入死亡之海 他们本以为这个年轻人 被他们救了之后 直接就要逃走 却没想到 自己是低看了他 他知道中风灵的恐怖 所以在逃走之前 还用最强劲的招式 攻击了中风灵 为的就是让他们 也有机会能够逃走 他们两个 也是赶紧离开 而直到他们离开 中风灵方才赶了回来 他刚才直接被吹出去很远 没受什么伤 但是却为陈锋 他们逃命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此时 他已经看不到陈锋的踪迹了 他脸上露出一抹后悔的表情 这个时候 他终于从刚才那暴怒疯狂之中 挣扎了出来 咬着牙寒声说道 刚才 确实是我的失误 我应该直接杀了陈锋 我也不应该招惹那两个人的 中风灵啊 中风灵 你刚才急怒攻心 这事 做得不对 但是 他盯着远处 狠声说道 陈锋 我不会饶了你的 你 必死无疑 说着 直接向着陈锋逃走的方向 追了过去 陈锋几乎是以一种疯狂的姿态 向前逃走 他将自己的降龙罗汉之力 催发到了极致 那第十轮大日化作的两双战靴之上 光芒疯狂地闪烁着 让陈锋的速度 比平时又是提高了三成 所有的力量都被催逼而出 这也直接导致一个时辰之后 陈锋的逐日金屋步伐 就已经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幸亏 此时 陈锋已经看到了 前面那个 如同无边无际的巨兽一般 横跟在海洋之上的巨大阴影 这是一片完全死寂的海洋 没有任何的声息 也没有任何的妖兽 就是那么死寂的横跟在那里 原来 死亡之海是这样子的 陈锋看着前面那片笼罩在 迷雾之中的死寂海洋 不由的眼中一片凛然 陈锋 终于抵达了死亡之海 这片海洋 跟陈锋一路所来见到的那些 都不一样 陈锋一路过来 在这西海大洋之中 所过之处无不是充满惊涛骇浪 数万米高 十几万米高的巨浪 随处可见 而此时 陈锋面前的这片死寂之海 却是说不出来的平静 那海面乃是一片黑色的 无波无蓝 甚至连一丝波纹都没有看起来 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黑铸铸造的一样 而在海面之上 则是一片浓雾生腾而起 陈锋仰头向天看去 见这片云雾向上弥散 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 根本看不到尽头 传说 死亡之海厉害就厉害在这里 陈锋喃喃自语道 它的上空有着一片迷雾 而这迷雾 对于无者飞行有极大的限制 在其中飞行的话 险象还生 甚至会直接坠落 它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深思之色 我估计 应该是在这死亡之海上空 有着无数阵法在控制 对于人类无者的飞行 做出了极大的限制 也为其如此 就只能逼得从海面之上进入 而从海面之上进入的话 陈锋想到一路上锁过来 见到的那些强大无比的海中妖兽 想到即将被拖入 那不知道多么深 多么幽黑的无尽海中深渊 便是激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不过 它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陈锋低下头 看着自己胸腹之间 那巨大的伤口 伤口依旧没有愈合 里面一股股黑色的能量在乱窜 就像一条条黑色的小鱼一样 阻止了陈锋伤口的愈合 鲜血不断向外涌出 陈锋感觉自己的心脏 一阵阵地跳动 而跳动 则是变得越来越弱 甚至 他的大脑都有些晕血 那是因为失血过多 陈锋感觉 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痛 他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困乏到了极点 恨不得直接此时躺在地上昏昏睡去 但陈锋知道 自己不能睡 他转头向后看去 远处天空之上 一道黑色光影 向着这边急速接近 越来越大 同时 一个嚣张霸道的声音传来 哈哈 陈锋 前面便是死亡之海 被我杀也是死 进入死亡之海也是死 你今日都必死无疑了 正是中风铃的声音 陈锋重伤之后 速度减弱 因此被中风铃追了上来 若是平时的话 以陈锋的性子 定要想得周全 做好万全准备 方才进入死亡之海 但现在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 转眼间 中风铃便已经到了境前 他看着陈锋 嘴角露出戏谑笑意 说道 小兔崽子 跑啊 再接着跑啊 怎么不跑了 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哈哈 他发出一阵大笑 极为得意 显然 在他看来 陈锋已经是自己砧板上的肉 随意自己宰割了 陈锋回头看了中风铃一眼 忽然微微一笑 他毫不犹豫 身形一闪 直接向着死亡之海投了过去 中风铃没有想到 陈锋竟然毫不犹豫 直接进入死亡之海 要知道 进入里面 必死无疑 他一声惊怒的吼叫 小崽子 你 身形急速前冲 想要抓住陈锋 但 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捞到了陈锋的衣角 吃的一声 那衣角被撕扯了下来 而陈锋的身形 已然是消失在那片无尽黑暗里 中风铃先是一愣 然后发出暴怒的吼叫 陈锋 你给我等着 我就在这死寂之海外面等着 你若死在里面也就罢了 你若是从里面侥幸逃得一命出来的话 第一时间 我就将你宰了 陈锋进入到这里之后 顿时便感觉 空中未知一黑 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 而明明此时光线没有任何的变化 尽管进入这浓雾之中 其实也没变得多么黑暗 陈锋立刻便是清楚 其实黑掉的 并非是自己的视觉 而是自己的感知 他在这浓雾之中 感知被极大的限制 所以感觉眼前一黑 实际上 这里的天色还是晴朗的 这也是此处非常怪异的一个地方 明明是在一片浓雾之中 但是偏偏光亮还算可以 无边的亮光 从那浓雾里面不断地折射 有些让人眼花缭乱 但总比什么都看不见要好得多 本章完 第3195章 小心翼翼 陈锋来不及多想 因为他不确定 钟风林到底会不会追上来 万一钟风林要是追上来的话 那么可就糟糕了 所以 陈锋一直向里面逃着 足足逃了半个时辰左右 确定身后再无追兵 方才轻轻叙了口气 整个人都是松垮下来 而此时他一松垮下来 立刻便是感觉周围压力极大 尤其是那天空之上 一股强大的力量 狠狠地向下压去 几乎要将他活生生地压垮 就是 逼得他不得在天空之中停留 陈锋咬着牙印扛着 但发现越是扛 力量就越大 每一次抗衡之后 便比之前加大一倍 很快 那力量 陈锋感觉都要比中锋铃强大 不知道多少倍了 将他压得骨骼咔咔作响 几乎要直接压断 陈锋无奈 只好向下缓缓落去 而他越向下落 便发现 这股压力就越轻 当他落到接近海面的时候 这股压力 就已经是小得多了 此时 陈锋已经快要到达海面 这里的海水 跟其他地方的完全不一样 西海的海水 是幽深湛蓝的 而这里的海水 则是一片漆黑 根本就看不见下面有什么 仿佛有一股力量 隔绝了感知 陈锋轻轻嘘了口气 果不其然啊 这死亡之海 根本不允许人们在空中飞行 只能在海面之上 若是在西海其他的地方 陈锋根本不敢 落在海面这么低的高度 但是在这里 他却是敢 神色非常的从容 陈锋落到离海面 只有一米的高度 见没什么异样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说道 果然 信息是正确的 这死亡之海 跟西海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在接近海面的时候 不会受到海中夭壽的袭击 只有落入海中才会 原来 这正是陈锋 敢于落到离海面 很近位置的原因 想想也是正常 这死亡之海 天空之上根本就不让呆 巨大的压力 会把人往下压 而海水之中 还蕴含着无穷的危险 若是海面之上 还没法呆的话 那么这死亡之海 根本就进不去了 陈锋来到离海面 还有一米的距离 尽管这海水 一片漆黑 似乎能够将海水上下彻底隔绝 但陈锋还是能够感觉到 在那海水之中 似乎有着无穷的危险 再接近了一点 陈锋甚至瞳孔一缩 因为 他那强大的感知告诉他 就在这一层薄薄的海水之下 就在这海面之下 此时有着无数巨手 就隔着薄薄的十几厘米厚的海水 他们悄无声息地潜过来 张大了嘴巴 瞪着血红的眼睛 觊觎地看着他 似乎想要将他吞入腹中 这种感觉 只怕能够让别人发狂 一瞬间 陈锋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那种极度危险的感觉传来 但下一刻 陈锋却又是感觉无比的刺激 就在这里 他们拿自己 无可奈何 这种置身于无穷危险 但是偏偏又安然无恙的感觉 让陈锋觉得 刺激到了极点 他浑身的鲜血 都是沸腾了起来 忽然之间 陈锋从那金线井囊之中 取出一个小船 这是陈锋 早就准备好的一艘单人小船 将小舟扔入水中 陈锋踏足骑上 稳稳地站在船头 有着一艘小船 不落入水中 陈锋便什么也不怕 而后 陈锋感知了一下 缓缓点头说道 我感觉 我在这里的感知 被限制到了一百米左右的范围 陈锋心中明了 不再停留 他将之前看到的所有地图 全部回忆了一遍 那些地图 清晰无比 在他脑海之中闪过 陈锋四下看了看 却是没有看到 任何有标志性的建筑 他倒也不慌 轻声说道 继续向前吧 陈锋催动力量 缓缓向前 速度并不是多么快 但却非常稳健 陈锋似乎能够感觉到 那些水中妖兽 对自己离去的不满 他们在水中疯狂地追逐着 很快 陈锋忽然看到 前面突兀地出现了一堵高耸的石壁 但很快陈锋就知道 这不是突兀出现的 而是早就能够看见 但因为自己的感知被限制 所以说 没有提早发现罢了 看到这石壁 陈锋立刻心中一喜 然后 侧翼的小船围着石壁转了一圈 一圈过后 陈锋便心中明了 这 其实是一座海中礁石 高度大约在百米左右 形状如同一个硕大的馒头 陈锋立刻回想起来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馒头状的礁石是吗 若是我所料不错的话 这座礁石 应该就是 被他们命名为馒头石的那个 这块石头旁边有两条水道 可以前行 陈锋立刻根据脑海之中的记忆 找到了正确的水道 然后一路向前 有了这条水道之后 剩下的便好说得多了 陈锋能够感知到天色的变化 因为随着外面天色变化 里面的光线也在不断地变 陈锋估摸着 自己已经近来三四个时辰了 而这个时候 天光也是暗了下来 到最终 那光芒彻底不见 化作了一片漆黑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此时他内心涌起了 无边无际的孤独感 他只能感知到 百米范围之内 入眼所见 一片茫然 身下 乃是无尽漆黑海水 陈锋身处其中 感觉仿佛天地苍茫 唯有自己一人而已 在这里 陈锋看不到光 什么都看不见 也见不到人 甚至 他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小船划过海水 悄无声息 连海浪声都没有 陈锋几乎忍不住要 伸手往那船弦上狠狠一拍 打破着宁静 但他还是深深吸了口气 强行忍住了 片刻之后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轻声自语道 这样 才最是考验心境 陈锋 若是你连这点孤独都忍受不了 如何忍受这慢慢修仙之路上的孤寂 想及此处 陈锋心中一片安宁 再也没有丝毫的枯燥 他凭借脑海之中的记忆 尽管看不清楚 但是却依旧控制着小船向正确的方向而去 很快 又是几个时辰过去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锋忽然看到了光 没错 正是光 本章完 第3196章 恐怖的黑色雾气 他心中顿时一喜 然后陈锋便是看到 从那海水之中 星星点点的光芒升了起来 这些光芒 是从海水中升腾而起 然后浮现在了空中 小船前进的方向 就有这么一片光芒 陈锋心中做好了准备 不过他并不怎么紧张 因为他现在已经熟悉着死亡之海的规则 既然这些海中的生物 能够被允许浮现出来 那么想来是没有什么致命威力的 陈锋猜想的果然没错 小船很快就到了 那片光点的下面 而他们没有发动任何的袭击 此时陈锋也看清楚了 这些浮现在空气之中的光点 竟然是一个又一个的水母 这些水母 大约有拇指一般大小 整个形状宛若一朵牡丹 那牡丹的花瓣都是透明的 而那花蕾 则是有着粉红色的光芒散发出来 这些牡丹水母聚集在一起 粉色的光芒照亮了这片海域 如梦亦如幻 陈锋嘴角都是不由地挂着一丝笑容 心情十分愉悦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陈锋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他感觉到 一股说不出来的阴毒 邪恶 恐怖 猙獰的气息 向着他快速地接近而来 陈锋一颗心 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他赶紧转头看去 下一刻 陈锋便是瞳孔一缩 原来 他竟是看到了一头硕大的巨龙的骷髅头 那巨龙的头骨 狠狠地向着他冲了过来 这个巨龙的骷髅头约莫有三四米大小 那股极度阴毒邪恶恐怖的气息 就是从这头颅之中透露出来的 他那眼眶之中的两团绿火 看着陈锋 宛若有自己的神志一样 陈锋心头一跳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而很快 陈锋就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离得近了之后 他发现 这头骨 其实并不是实质的 而是由无数黑色雾气凝聚而成的 这些黑色雾气散布在那里 凝结出了这个头骨的形状 陈锋感觉 这雾气之中 有着难以言喻的大恐怖 他轻声自语道 我感觉 只要是被这雾气碰到 我必死无疑 陈锋心中骇然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已经多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哪怕是面对中风铃的时候 我也没有这样的感觉 而现在 面对这黑色雾气 我竟然会有一种根本无法抵抗 只能被杀的感觉 这东西 到底是何等的恐怖 此时 那黑色雾气来到陈锋面前 却是停了下来 陈锋能够感觉到 那黑色雾气里面 有着浓浓的龙之气息 而在雾气之中 还时不时有着巨龙的虚影 悄然闪现 带着一阵阵的怒吼 陈锋心中了然 这里曾经是无数巨龙的巢穴 想必这黑色雾气 就是那些巨龙死后 他们的魂念所化 或者是他们的冤魂 或者是他们的意志 甚至有可能是他们生前的力量 陈锋心中 已然是明了了 这些巨龙生前强大之极 所以他们死后 形成的这种黑色雾气 也是非常强大 而就在这时 那巨龙头骨 向着陈锋狠狠地撞击而来 陈锋心中一惊 但他知道 此时唯有硬扛而已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便要将其击退 但就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黑色雾气 接触到陈锋的身体之后 竟是从黑色雾气之中 传出一道名为恐惧的情绪 那道情绪直接进入陈锋的脑海之中 似乎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恐惧到了极点 而他恐惧的对象竟赫然是陈锋 下一刻 陈锋发现自己身体之上 竟然有着一道金色气息直透而出 这道金色气息在空中化作一座朦朦胧胧的影子 这影子竟然乃是一座巨人 一座接天连地一般 巨大无比 威猛无比 仿佛镇压整个大陆的金甲巨人 如此的朦胧 如此的虚化 以至于陈锋自己都看不太清楚 陈锋心中震惊无比着 这竟然是以为金甲巨人 这金甲巨人出现之后 便是伸手一指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散 这声音浑厚无比 苍凉之极 不单单是声音宏大 里面更是带着实际的威力 巨龙的头骨 更加恐惧 竟是一声惨叫 直接被震散 化作无数黑色雾气 然后全部钻入到陈锋的丹田之中 转眼间就消失无踪 这些黑色雾气 进入丹田里面之后 陈锋立刻感觉自己的力量碰见它们 瞬间就被撕裂 化作无数碎屑 然后消失于无形 一瞬间的功夫 他的力量 便是损失了足足三成 陈锋骇然无比 难怪我刚才如此恐惧 那是我身体的本能 那是我身体之中 力量本能的 对于这些黑色雾气的恐惧 原来 这些黑色雾气 竟然可以 将我的力量直接化掉 太恐怖了 这样下去 几个瞬间之后 我就会化作一个废人啊 但就在这时 忽然那金甲巨人 悬于尘封头顶 发出一声怒吼 随着这一声震怒 那些进入尘封丹田的黑色雾气 竟是一瞬间 全部都老老实实地开始转化 很快 就从黑色化成了金色 而后 不但刚才 尘封那被化掉的三成力量 被他们给吐了出来 而且 他们竟是纷纷开始 转化成为尘封的力量 进入尘封的十轮大日之中 这些力量 不断灌输而入 尘封大喜 这金甲巨人当真强大 这种黑色雾气如此恐怖 却被他轻易降服 尘封来不及多想 盘歇而坐 开始仔细地吸收修炼 他足足用了两三个时辰 直到那天边已经发白 雾气之中 重新能够看见光亮 方才将这些黑色雾气 全部吸收 尘封骤然之间睁开眼睛 目光之中 神采战战 此时 在他身体表面 那些伤口开始缓慢地恢复 很快 便是结痂 而尘封身上的气势 比之前刚刚进入死亡之海的时候 也是强大了许多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这些黑色雾气 虽说恐怖至极 但却也是大补之物 将它们吸收了之后 我感觉我的力量 已经从之前的不足巅峰时期的两成 恢复到了现在 足足有五成 本章完 第3197章 你也配进入死亡之海 哈哈 再吸收几个的话 我的力量便更强了 此时 尘封抬头看去 发现那金甲巨人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尘封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深思 轻声自语道 这金甲巨人 到底是什么 想了片刻 尘封忽然一拍脑袋 有些懊恼地自语道 尘封 你真是傻呀 你忘记了吗 你 可是身怀巨人血脉啊 尘封此时骤然想起来了 自己身怀巨人血脉 而且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我的巨人血脉沉寂已久 以至于我几乎将它淡忘 但是 此时它却悄然苏醒 不过应该不是简单的巨人血脉 而是埋藏于我体内最深处的一丝巨人的灵石 远远比我之前吸收的所有巨人血脉 所有巨人的力量都要强大无数倍 层次高上无数倍 这些巨龙 生前等级极高 形成的残魂级别 也是非常高 而这个巨人一出现 他们就恐惧得不得了 我感觉 这是一种出自于灵魂层次的恐惧 这就意味着 尘封目光之中闪烁着智慧 这个巨人比他们等级高不知道多少倍 是一个强大不知道多少的高贵物种 尘封心中闪念 现在他惊鸿一瞥 我以后要想方设法看看 如何将这血脉的潜力挖掘出来 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不过吗 有这巨甲巨人保护 这死亡之海 我大可去的 尘封现在已经想得非常明白了 这死亡之海 之所以有来无回 想必这黑色雾气 乃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己能够将其化解 不意味着别人也行 只怕它是造成众多高手死亡的罪魁祸首 毕竟 直接被划去力量 而且几乎是根本无法抵挡 这种攻击 谁能扛得住 但现在 尘封却不怕的 想通了这一层 尘封越发的有信心 他继续向前而去 很快 几个时辰过去了 此时天光大亮 显然在那迷雾外头 太阳已经出现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尘封忽然听见 前方传来哗哗的水声 尘封挑了挑眉头 他的小船划破海面 连声音都没有 而对面却传来如此哗哗的水声 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 尘封便是看到 从前方迷雾之中 一个硕大的阴影穿了出来 尘封立刻便是看到 原来这阴影竟然是一艘大船 这艘船比尘封的可就要大多了 高度足有十多米 长度也是达到了六七十米 看起来便非常的坚固 相当之巍峨霸气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艘船 而是在那艘船上 时不时有声音传来 正是人的声音 尘封心中一阵火热 这死亡之海之中 除了我之外 竟然还有其他活人 但尘封转念一想 便也心中明亮 他既然能来死亡之海 凭什么别人就来不了 这个时候 那艘大船上的人 也都发现了尘封 于是 他们纷纷都聚集在船头之处 向着尘封这边指指点点 尘封便也看到 那艘大船之上 树立着一面旗帜 旗帜之上 则是写了一个大大的柱字 柱造的柱 这个柱字极为的显眼 在那柱字的下面 还有着一个硕大的铁锤的图案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而尘封看到这个图案之后 则是眉头挑了挑 心中略有一些猜测 只不过 却并不知道 自己的猜测 到底是不是对的 此时 船头之上站了四五个人 这四五个人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但是无一例外 他们都是 身穿一袭麻布衣服 这麻布衣服 看上去颇为的简陋 而且露着两条胳膊 下面也露出了小腿和脚踝 每一个麻布衣服之上 都是有着一些破洞 看上去颇为的破烂 尘封挑了挑眉头 不应该啊 这几个人给我的气息 都是非常的强大 颇为强横 他们身上的衣服 怎么会如此破烂呢 而且 我仔细看了一下 他们衣服上面这些破洞 明显不是因为穿的时间太久 或者是什么外力损害而出现的 而是自己抠出来的 因为 陈峰看到 有些破洞的边缘 还有着一些精美的图案 显然是为了装饰用的 陈峰心中更是纳闷 此时 那些人也都看清楚了陈峰 自然也就看清楚了他的实力 顿时 大船之上 一片嘲笑之声响起 站在最前面 身材高大魁梧 足足有两米多高 浑身肌肉囚结的大汉 不屑地仰天打了个哈哈 奇了怪了 这一次进死亡之海 还真是什么人都能碰见 区区一个九星武皇巅峰 楼一样的东西 竟然也敢进入死亡之海 大师兄说的是 在他旁边一名矮胖汉子 也是不屑地笑道 这种人算什么东西 也配进入死亡之海 说吧 他仰起脖子 向陈峰大声喊道 你这废物 进入死亡之海 是做什么的 下面就是海水 低头就能看到 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也不看看自己 你配进入死亡之海吗 你这点实力 进入这里 简直就是找死 陈峰挑了挑眉头 这些人每一个都实力不俗 其中有几人 已经是出入五地境界强者 其他的也都是半步五地级别 不过 真要打起来的话 陈峰并不畏惧 只是 陈峰进入死亡之海 还有钥匙 不想与他们纠缠 因此 他皱了皱眉头 却没有说话 而见陈峰没有说话 那些人更加嚣张 以为陈峰这是示弱了 那矮胖汉子 哈哈狂笑道 小子 你进入死亡之海多久了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赶紧全部给你家爷爷老实交代了 你家爷爷就饶你一条狗命 众人都是一阵哄笑 那大师兄鼓掌说道 游洪博失地 心思够灵透的 这小子虽然是个废物 但是既然进入死亡之海 那么还是有点用处的 总归能够给咱们提供一些消息 陈峰拧起眉头 没有多说 小船和大船 已经是快要撞在一起了 本章完 第3198章 铸造师协会 两条船的水道是一样的 陈峰不想惹事 内力运转 驾驭着小船 划出一道弧线 便是想从大船旁边掠过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船之上 那大师兄黑黑一笑 嘴角露出一抹阴冷 然后 他身体之中力量催动 轰的一下 那大船竟是直接向旁边横移过去 然后 直接就撞在了陈峰的小船之上 陈峰的小船 被撞得种种一歪 差点就直接轻覆过去 而陈峰也是身子一晃 差点直接掉入海水之中 不过 幸亏他实力强大 力量运转 那小船竟是凌空直接翻了三圈 然后又一次落在海面上 陈峰也是稳稳地站在了船上 此时 大船之上响起一片哄笑 哈哈 看着小子的狼狈样 是啊 他差点就要 被咱们撞翻船落入海中 被那些妖兽给吞食了 他们都是看着陈峰 发出一阵戏调的嘲笑 而那大师兄眼见陈峰没有落水 也是不由地挑了挑眉头 有些诧异 而后 他咧嘴笑道 你这废物 倒是还有几分本事 本来想将你撞入海中 没想到 竟然还能够稳住 他的语气 浑然不当回事 显然 在他看来 刚才试图撞翻陈峰的船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此时陈峰本来弯着的腰 缓缓挺直了 他的身子 也是缓缓地转了过去 他的脸上 毫无表情 一片淡漠 甚至 他的眼神也是极为的平静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这些人 但是 陈峰的眼神之中 却是充满了冰亡 无边的寒意从其中散发出来 让那大船之上 接触到陈峰目光的几个人 都是不由地击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陈峰此时 确实已经是恨到了极致 他的心中 杀意生疼而起 陈峰知道 刚才有多么凶险 只要是小船倾覆 自己落入海中 那么海面之下 那些等候已久的无穷妖兽 会立刻将自己撕成碎片 面对那些强大的妖兽 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活路 唯有死路一条 这些人 是想要了我的命啊 陈峰心中一个声音在回荡 他看着这些人 一字一句 冰冷说道 你们刚才 不断出言挑衅 我本不愿跟你们一般见识 但是你们竟然还敢突尸杀手 好 他顿了顿 看着他们 忽然嘴角绽放出一抹冰冷的笑意 你们既然 想要了我的命 那我就要了你们的命 听见这句话之后 大船之上 众人先是一论 然后 进阶发出大声嘲笑 那大师兄指着陈峰说道 你是不是疯了 你拿什么杀了我们 你不过是一个区区九星武皇巅峰 而我们这里 不是武帝 就是半步武帝 随便一个人出去 都能将你撵成碎片 尤红伯阴冷地笑道 小子 你胆子够肥啊 你知道我们 是什么人吗 告诉你 我们可是铸造师协会的弟子 哈哈 而且 就算我们不是铸造师协会的 就只是一个普通舞者 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们每一个 实力都可以碾压你 铸造师协会的人 听见他说的话之后 陈峰浑身一震 刚才思绪之中 一些不明朗的地方 立刻就清楚了 忽然之间 他心中灵光一闪 陈峰 陈峰 想起了轩辕笑月 跟自己聊过的一件事 陈峰顿时一声惊呼 原来 他们是铸造师协会的人 怪不得 怪不得他们的衣服 会是这个样子的 铸造师协会 在龙脉大陆之上 也是九大势力之一 论起实力来 丝毫不比 轩辕家族这种 大家族要差 甚至 比轩辕家族 以及赢家 还要强一些 因为 轩辕家族和赢家这种 终归是以家族的形式传承 虽然会吸纳外来的强者 但是却是少数 而像是铸造师协会这种 则不尽然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协会 协会之中 又分成若干势力 若干家族 而这些势力 这些家族 为了争夺在协会之中的控制权 每一个都是拼了老命的 吸纳外来势力 就是因为外来势力的到来 可以增强他们家族的实力 提高他们家族 在协会之中的地位 所以 像是铸造师协会 炼药师协会这种势力 他们补充心血的速度非常快 势力扩充的也极快 高手众多 当然 有可能两有不齐 但是势力 却是实打实的很大 铸造师协会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传说 铸造师协会的先祖 乃是龙脉大陆之上 第一位神级大铸造师 其地位 基本上相当于炼药师协会 之中的九品金袍大链药师 甚至有可能还要超出 金袍铸造师一筹 传说 这位神级大铸造师 原本只是一个普通铁匠 终日穿着蚂蚁短打 身上衣服被火星烫出了 无数个破洞 他一直生活得极为清平 后来得到奇遇 实力暴涨 铸造了一段传奇佳话 也打下了铸造师协会的威名 有了今日的基业 铸造师协会 对所有会中强者的要求 全部都是身穿麻衣 上面要有破洞 便是为了纪念他们这位先祖 看见陈锋这般表现 他们更是得意 尤红伯指着陈锋不懈说道 小兔崽子 一听见 我们是铸造师协会的人 你就害怕了 是吧 告诉你 就算我们不是铸造师协会的人 就算我们 只是普通的舞者 我们依旧可以 将你斩杀 就拿我来说 我的修为比大师兄 差不知道多少 但就算是这样 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你撵死 他傲慢说道 哦 是吗 陈锋看着他 微笑说道 你想将我撵死 那么 不如过来试试 尤红伯狂声笑道 既然你这么找死 好 那我就成全你 下一刻 他便是身形一闪 来到了那船头的最尖端 而此时 大师兄也控制着那艘大船停住了 和陈锋的小船 相距大约十米左右 尤红伯看着陈锋 傲慢说道 小子 现在选个死法吧 想怎么死 我都能成全你 他仰着下巴 态度极度傲慢 显然根本没有将陈锋放在眼中 本章完 第3199章 你真是想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远处一大团黑色气雾飘了过来 这一次 这些黑色气雾 不再是一只巨龙头骨的样子 而是巨龙的 一只硕大龙爪 那骨头临寻的黑色龙爪 方圆足足有30多米 竟是直接向着众人抓了过来 看到这黑色龙爪之后 大船之上的众人 进阶发出惊呼 邪魔龙妾 邪魔龙妾又一次出现了 这是邪魔龙妾啊 赶紧开启防御罩 他们说着 立刻有人在船上 接连按动了几个机关 又有人将手摁在床上 一块硕大的蓝色石头之上 顿时 那蓝色石头之上 有光芒散发而出 而后 船上光芒大放 显然阵法已经被启动 接着 一个半圆形的蓝色罩子 便是出现在了那大船之上 将这大船 严严实实地防护了起来 黑色龙爪撞击其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那蓝色罩子 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但没有破碎 而黑色龙爪 则是直接后撤 化作一团黑色器物 陈锋在旁边冷眼旁观 原来 这东西叫做邪魔龙器 而且看起来 他们对邪魔龙器 都极为的恐惧 想象也是 除了我有巨人血脉 可以镇住邪魔龙器之外 其他人又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松 抵挡住了这一波邪魔龙器 眼见的邪魔龙器 没有再攻击的意思 这些铸造师协会的弟子 顿时都松了口气 然后 也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陈锋的身上 此时 尤洪博忽然眼睛一亮 他一声大笑 满脸细血地说道 大师兄 何必将他杀死 将他杀死的话 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咱们将他推入邪魔龙器之中 你说怎么样 对啊 那大师兄眼睛一亮 一拍掌 哈哈笑道 尤洪博 你这个主意好 将这小子 放入邪魔龙器之中 让他痛苦无比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修为 一点点在消失 却无可奈何 这笔杀了他 还让他痛苦 好 就这么定了 此时 那些邪魔龙器 在周围不断地飘荡 在这邪魔龙器之中 传来一阵又一阵的脉动 里面酝酿着的情绪 颇为的贪婪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 这艘大船小船之上的 舞者的力量 便是最最渴求的养料一般 他们 非常想要吞噬 但是刚才在那大船之上 磕了一鼻子灰 之后 他又不敢那么着急动手 此时 在外面犹豫着 试图寻找攻击的机会 忽然之间 邪魔龙器飘到了小船的后面 但是却并没有对陈锋发动攻击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他知道这邪魔龙器 能够感应到自己体内 那金甲巨人无上血脉的力量 根本就不敢发动攻击 但是他知道 并不意味着 这些铸造师协会的人知道 他们见这些邪魔龙器 不攻击陈锋 纷纷道 这小子真是狗屎运 想来是邪魔龙器 看不上这小子 觉得他的力量吞噬起来没意思 太少了 是啊 这小子太弱了 他们当真无知 陈锋没被吞噬 不是因为太弱 而是因为太强 尤红伯此时看到此景 脸上露出一抹得意 忽然之间一声细血的大笑 小子 我来送你归西 身形一闪 直接向着陈锋攻击而去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个机会 转眼之间 他便来到小船之上 然后一手便是向着陈锋脖子抓去 默然冷笑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滚到这邪魔龙器里面去吧 大船上 众人都是鼓噪了起来 你这一下 能够直接将他脖子捏断了 将他脖子捏断 有什么意思 就是捏着他的脖子 将他扔到邪魔龙器 看着他的修为 一点点被吸收 看着他痛苦的惨叫求饶 那才有意思呢 尤红伯哈哈大笑道 在他看来 他这一招 可以轻松地擒住陈锋 抓住他的脖子 将他扔到邪魔龙器里面 陈锋 毫无还手之力 而此时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想抓我的脖子 将我扔进邪魔龙器里面是吗 你 想得太多了 下一刻 陈锋一拳轰击而出 便是与尤红伯的爪子 撞击在了一起 尤红伯脸上的得意笑容 瞬间凝固了 两者撞击在一起之后 他感觉到 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直接从陈锋的手上传了过来 这股力量 无法抵御 他根本就无法抵挡 咔的一声脆响 他的手掌直接便被打断 鲜血标射而出 然后陈锋毫不停歇 这一拳继续向上 轰的一声 便是将他整条手臂都给震断 然后 陈锋一伸手 便是抓住了他的脖子 尤红伯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 但是 惨叫声戛然而止 陈锋抓住他脖子的力量 越来越大 他脸胀的通红 喉咙里面发出呜呜的声音 四肢奋力地挥舞着 想要反抗 但是 根本就无法从陈锋手中挣扎出来 看到这一幕 铸造师协会的那些人 都惊呆了 什么 尤红伯竟然被他一把擒住 尤红伯竟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怎么可能 尤红伯虽然在咱们之中实力最弱 但也是半步五帝级别的高手 竟然不是他一招之敌 难道说 这小子隐瞒了实力 他们都是极为震惊 尤红伯脸上 更是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从喉咙中硬生生地挤出几个字 怎么会 陈锋此时 嘴角绽放出一抹笑容 想掐着我的脖子 将我扔到邪魔龙器里面等死是吗 我刚才就告诉你 你真的想多了 下一刻 陈锋掐着他的脖子一转身 此时 陈锋面前便是那片邪魔龙器 而这个时候 尤红伯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 眼中露出大恐惧 疯狂地惨叫道 求求你 不要 不要 此时 大船之上的那大师兄 也是惊怒地吼道 你敢 陈锋骤然转身 看着他 微笑说道 你猜我敢不敢 下一刻 他的右手丝毫不停 直接便是抓着尤红伯的脖子 将他整个人塞到了邪魔龙器里面 本章完 第3200章 那又怎样呢 尤红伯疯狂地挣扎的 但 又如何挣扎得开 邪魔龙器一碰到他的身体之后 顿时就如同一个饿了不知道多久的人 碰到了佳肴美食一样 疯狂地便是扑了上去 然后 顺着他的每一个毛孔 顺着他的蹊跷 顺着他身体上每一个可以到达丹田的地方 疯狂地钻了进去 转眼之间 无数黑色气流 如同小蛇一般钻入 直接来到他的丹田之中 他的丹田里面那修炼已久的力量 触碰到这些黑色邪魔龙器 就如同见了阳光的冰雪一样 瞬间冰戎雪消 化为乌有 他的眼中露出极度的恐惧 疯狂地吼叫着 啊 啊 我的力量啊 我的力量 我感觉我的力量在消失 他疯狂地吼叫着 陈锋一手提着他 微笑说道 刚才你不是说我不知死活吗 刚才 你不是 想要将我拖入这邪魔龙器之中 让我实力尽失吗 现在 不知死活的是谁 陈锋此时 阴亮忽然拔高了 看着那大船之上的众人一声怒吼 现在告诉我 刚才到底是谁不知死活 大船之上的众人 进阶失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刚才尤洪博那么嚣张 结果却没想到 最终实力尽失的 竟然是他 片刻之后 那些邪魔龙器 便是将尤洪博的力量 吞噬殆尽 吞噬了尤洪博之后 他似乎一游未尽 依旧是躲在旁边 似乎还想再吞噬掉几个 陈锋一伸手 便是将尤洪博抓了过来 此时尤洪博脸色惨白无比 身上气息全无 浑身软塌塌的 没有一丝力量 不但是修为被废掉了 而且给人的感觉 似乎连骨头 都被抽掉了一样 陈锋微微一笑 看着尤洪博说道 尤洪博 现在知道 招惹我的下场 有多么严重了吗 现在知道 我当初有没有说谎了吧 现在 你告诉我 我到底是狂妄自大 还是确实有这样的本事 尤洪博盯着陈锋 神情恍惚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武者被废掉修为 比杀了他还难受 而后 陈锋伸手一扬 尤洪博便是身子飞起 啪的一声 落在了那大船之上 而这啪的一声 也如同一个耳光 狠狠地扇在了大船上众人的脸上 陈锋可以杀了他 但陈锋并没有选择杀他 尤洪博的身体 重重地撞在了船板之上 大船之上的所有人 目光都是落在他身上 大船之上 顿时陷入了一片尴尬的 难以言喻的沉寂之中 所有人都是沉默着 没有说话 尤其是几名半步武帝级别 和尤洪博修为 差不多的人 更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们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甚至还有着一丝恐惧和庆幸 不少人心中都是想到 幸亏刚才出来 挑衅这个年轻人的不是我 要不然 现在躺在这里的 只怕是我啊 在这一片尴尬的沉寂之中 忽然 一个极其古怪的笑声响了起来 咯的一声 就好像那夜宵在晚上的尖叫一样 然后 又是歌的一声 最终化作一阵咯咯怪笑 众人看去 只见发出笑声之人 正是他们的大师兄 大师兄咯咯怪笑着 这笑声仿佛是从喉咙里面 发出来的一样 而他脸上 则是没有丝毫的笑意 反而是一片冰冷 这一阵怪笑 让人感觉寒毛都竖起来了 尘封站在那里 则是怡然不惧 忽然 大师兄止住了笑声 神色一片冰寒 充满了森冷的沙鸡 他看着尘封 轻声说道 好 很好 小子 你很好 尘封微笑说道 我当然很好 只不过看起来 你这位尤红伯师弟不太好 大师兄脸上神色更冷 看着尘封说道 你成功地将我激怒了 尘封贪了贪手 满脸无所谓的样子 说道 那又怎么样呢 众人哗然 尘封这态度 极尽轻蔑 显然根本没有将大师兄放在眼里 大师兄看着尘封 他已经怒到了极点 甚至脸上的肉都是一凸一凸地跳着 不过 他中非常人 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强 看着尘封 缓缓说道 我是铸造师协会 淮安平长老门下朝鸿轩 不知阁下 高姓大名 他正式向尘封通了姓名 意味着 他觉得尘封有资格跟他们交手了 之前 他们甚至都不屑于问尘封的名字 尘封看着他 微微一笑 缓缓吐出两个字 尘封 什么 你就是尘封 这两个字 顿时在众人之中激起了一片波澜 你就是那个 拥有八万年级别武魂的尘封 他就是尘封啊 听说他在轩缘家族内中 可是一位传奇人物 在武魂测试中 被检测出来 拥有八万年级别的武魂 乃是绝世天才 没错 原来竟然是他 他有着击杀尤红伯的能力 那么我倒是不奇怪 毕竟他可称得上是年轻一辈里面的传奇啊 众人都是有些震惊 而大师兄朝鸿轩听到这两个字之后 也是震惊片刻 然后 他脸上的震惊 便是化作了一丝浓烈到了极点的极度 下一刻 这极度 则又是化作了极致的贪婪 他看着尘封 嘿嘿冷笑 原来是尘封啊 原来是轩缘家族颇有名气的尘封啊 难怪会如此狂妄 难怪会有如此手段 不过 他脸色忽然一变 变得阴狠毒辣起来 小崽子 你武魂确实很强 你潜力确实很大 但 那又怎样 你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我便是可以轻易杀了你 他得意到了极点 而且 他忽然说道 我们铸造师协会 不但可以铸造武器 更是可以把人的魂魄 乃至武魂 铸到器具里面去 最近 我在打制一把神兵 现在这把神兵 刚好缺少一个级别够高 年岁够长的武魂呢 结果 你就来了 哈哈 他得意之急地说道 小子 今天我就宰了你 然后将你的武魂 熔炼到我的武器里面去 他用心极为狠毒 不但想杀了陈锋 竟然更是想将陈锋的武魂玻璃 铸造到兵器里面去 本章完